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11人已足法定人数 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 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 宣读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 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22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 时间中华民国109年5月13日星期三 上午91分至12时20分 地点红楼301会议事出席委员罗志正等12人 列席委员廖国栋等27人 列席人员国军退出于官兵辅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冯士宽及所属人员 以及清新水泥远容气体 新新客运大南汽车新新大众新新天然气 新湖天然气新龙天然气新桃天然气 新中天然气新灵天然气新高石油气 新太石油气新家石油气大台南区天然气 新云天然气新平天然气泛亚工程 乔荣投资等公司高阶经理人 以及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议算处专门委员刘家伟 主席蔡召集委员适应报告事项 一宣读上次会议一失录决定确定 二邀请国军退出于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及会见高阶经理人报告 转投资事业营运管理之进进作为并被质询 国军退出于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冯世宽 及事业管理处处长张小珍报告 委员罗志正等20人质询 均有国军退出于官兵辅导委员会相关官员 及转投资事业高阶经理人等及其答复 决定 一登记执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接询答结束 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 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这资讯 请国军退出于官兵辅导委员会于二周内 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复制本会 委员令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 三委员吴明哲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三处理院会交付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国军退出于官兵辅导委员会主管预算冻结案 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知等三案 决定以上三案报告完均同意动知并提报院会 讨论事项处理院会交付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国军退出于官兵辅导委员会主管预算冻结案等三案 决议以上三案处理完均同意动知并提报院会 以上宣读 好 请问在场委员上次议事录有无遗漏跟错误 好 没有 我们议事录确定 请医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 宣读本日医事日程报告事项 邀请国防部报告 因应近期南海情势 我国防情资掌握与相关战略部署 并被执询 以上宣读 好 介绍在场委员 王定宇委员 林长佐委员 何志伟委员 蔡世印昭伟 陈以信委员 介绍在场的官员 副总长执行官徐延补上将 陆军常务次长陈晓明中将 总督察长室 总督察长黄国明中将 战略规划师吴宝坤师长 整合评估师苗惠芬师长 政治作战局检视委局长 军备局房茂红局长 禁医局陈建彤局长 资源规划师白杰龙师长 军民防卫动员室主任 韩刚明主任 人士参谋次长室次长 李定中中将 情报参谋次长室次长 陈国华中将 作战级计划参谋次长室次长 叶国辉中将 后勤参谋次长室次长 蒋郑国少将 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长室次长 曹敬平中将 陆军司令部参谋长 陈中文中将 海军司令部参谋长 敖以智中将 空军司令部参谋长 郑荣峰中将 本日会议邀请国防部报告 因应近期南海情势 我国 我国防情知掌握 以相关战略部署 并被执询 本次报告全程秘密 报告后接续寻答 寻答先秘密 后公开 时间并计 本会委员六加二分钟 非本会委员四加一分钟 十点三十分钟 发言截止登记 如有临时提案 请于十点三十分钟前提出 十一点处理 现在我们开始秘密业务报告 先请议事人员清场 他们三十分钟前提出 開始公開質詢 請威運霞委員 主席早我們又請徐副總長 徐副總長執行官 徐副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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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這兩天 我們所看到的 我們總統府被駭客入侵 某台電腦被駭客入侵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國防部 這一種安全系統做得夠不夠 會不會也像這樣子 如果是國防部也這種狀況的話 那我還要作戰嗎 幫委員 這個問題我請我們國防部通知次長 他會跟您做個詳細的說明 好 委員早安 我是通知市次長曹敬平 好委員 像這樣的網路的攻擊事件 我們都非常的重視 那當然因為這次的事件 他實際的詳細內容 我們沒有參與調查 我們並不知道他真的攻擊的細節 但是國軍在整個整體網路安全維護上來講 我們還是一直都貫責我們實體隔離 跟這個專網專用的政策 並且我們很嚴格要求 嚴禁公務加辦 禁止個人電腦跟其他未經核准的自動裝備吸入營區 所以類似這種網路害侵可以入侵的途徑 我都盡量去做有效的防範 理論上來講我們不敢講百分之百 但是應該可以達到一定的防範程度 我想要提醒一下要多注意一點 好那我們請回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副總長 最近我們黨團有兩個提案 第一個提案是請總統親往太平島視察 那至今東沙群島及太平島的戰備 那第二個提案是 見請海巡署與國防部加強東沙及太平島的戰備整備 那請問我們國防部認為這樣子 郭委員跟著郭委員報告 那有關總統到太平島去釋島的這件事情 不是國防部的權責 這我們的提案 對 這不是我們的權責 第二個就是如果我們未來是配合政府的政策 來做個辦理 那有關剛才 那您支持國防部 支持這個提案 我們以政府的政策來辦 還是政府的政策 好 那我想 我想要提醒一下之前扁總統還有馬總統 兩位簽總統都有登島 那我想請問一下 當初馬總統有請小英總統一起派 一起去或是派員去 但他說他沒有那個打算 所以說四年了還有沒有這個打算 這個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我們國防的主權是不分藍綠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身為一個三軍統帥 那應該要去宣訴我們的主權 那這個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我們撤退了兩艘一百噸的巡防戰艇 我們巡防艇我們撤退了 撤回了 那我想請問一下為什麼我們要撤回 那現在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加強戰備 因為現在南海已經有一點 看起來情勢有點緊張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是不是可以加強 再加強這個戰備 武裝設備 幫委員在剛才在秘密會議當中 我們剛才我們情報次長 已經把有關國軍對於這個南沙 還有包含東沙的這項戰備的應付的這個措施 剛才跟委員都已經做了一個詳細的一個說明了 那另外有進一步的話 我再請我們這個聯山次長 再跟您再做一個補充 委員好我是座西市次長 那剛才委員這個講到 第一個我們當然就是嚴密監控他 要有任何的動作我們一定要先知道 我們才能夠適時的應付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我們現在已經在完備各項的計畫 重新檢視所有的計畫 那完備這項計畫之後 尤其是海空的快速支援 我們都已經在修訂這些計畫 謝謝委員 那5月12號有一篇報導 他說解放軍預計在8月份 在南海群島區域要做 設想奪取東沙群島的大規模登陸演習 那同一天呢我們自己的海巡署也證實說 6月份我們要實施著環島海域的設計 那是表示說我們要緩急登陸 登陸演習 那請問國防部 到底南海有多緊張 報告員 到底要多緊張 有關台海跟南海的整個情勢 我想剛才在我們的報告當中 也再次說明了 國軍呢我們藉著聯合情勢 各項的手段 對於台海還有南海周邊的所有的情勢 我們都有密切的掌握 那剛才委員所提的5月12號這一部分呢 我請我們情報次長再跟你做記錄的說明 報告員有關於5月上旬 後續的這些有關可能的這些行動呢 我們已經加強所有聯合情勢的作為 那目前來看還在屬於一個常態的狀況 我們都有掌握 以上報告 都有掌握 那好 這種情勢很緊張 我們一定要掌握到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有沒有做兵棋推演 東沙群島的兵棋推演 譬如講 譬如講 有500個漁民 他不是用強烈登陸 他是用圍繞的 圍繞在我們的群島附近的話 那 我們要不要驅離 或是說 我們 我們要不要請他們 第一個驅離 或是說我們用 開第一級 讓他們離開 他不是用 他不是用武力 他是用圍繞的 用圍繞的方式 報委員 這個有關在各項軍事行動部分 我們對於 這個 各種可能的 這個行動方案 我們都有遇你的一個作為 這個請委員 放棄 好 那你的戰略觀點 我們 我們是不是要派軍隊去對峙啊 報委員的試射軍事的細節的部分 就不方便在這邊說了 好 那我再請問一下 如果 這種狀況上 我們的軍艦到 東沙 會多遠 還有到太平島 會有多久的時間 才會到 有關各項時空因素 還有相關的處置作為 我們都有應應的方案 如果有機會 我們再跟委員 再到 那請 他說 他一個 用一個禮拜的時間說 請我們 請我們 但不用請 就用強烈的手段說 那 一個禮拜 讓你們撤退的話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應應措施啊 報委員 我還是跟你報告 我們都有應應的方案 這個都是 好 那 我再問一下總長 如果說 美國 美國 他不能講十年 他說 美國如果說 勸我們說 那我們是低調一點 或是說 讓我們 撤離的話 那我們會不會建議 總統說 不行 我們一定要保衛國土 有沒有這種 我是假設 假設這種狀況 發生的話 報委員 這個守土有責 所有的軍人 對於我們 這個所有的主權和領土 我們是事實捍衛到底 這點您放心 那東沙青島的駐軍是誰 是海巡署還是我們 目前是海巡 海巡署他不是軍人 他也是軍人 海巡也是官兵 海巡署是軍人嗎 他具有戰鬥能力嗎 他具有戰鬥能力嗎 他現在他的戰力 跟我們陸戰隊的戰力是相當的 因為他也都受過我們陸戰隊的各項的軍事訓練 都有軍事訓練 是的 所以 我們不是派軍 我們不是派軍隊 我們是用海巡署而已 對不對 我們海巡的官兵 他所受的各項的軍事訓練 都是在陸戰隊所受的各項的訓練 包含火炮的射擊 他的戰技 戰鬥各項的技能 都跟陸戰隊是一樣的 因為我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呢 因為 最近 大陸 動作頻頻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也要加強一點 而且我們要建議我們的總統 一定要保衛國土 因為 宣訴主權是我們的權利 保衛國土也是我們的義務 所以我想說在這邊 建議 建議我們的 國軍們 一定要 保衛我們的國家 這樣我們老百姓呢 在我們的心中 軍隊 是我們的靠山 軍人 是我們的靠山 國軍 是我們的靠山 主席我們請徐上將 請副總長執行官 徐上將早安 我想剛才在那個機密會議裡面 討論到的一些東西 我在這裡 會有一些會進一步來詢問一下 那如果適合回答 就直接回答 那如果還有什麼樣 這個不適合回答的地方 我們再進一步 在這個私下的時候 再跟我們報告一下 那我想今天會討論這個議題 當然跟日前這個日本共同社的報導有關 那剛才會議裡面有討論到 那我想中國以奪取東沙島作為這個想定的目標 來去做演習 那這當然會對台灣來講造成很大的一個警戒 那剛才如同機密會議裡面的一些內容 我不去重複 但是我知道 我想我們當然是嚴密的監控 然後提升自己的戰備 那去來做因應 那也去整合相關的這些情報 那希望能夠加強我們在海空上面的這個池源 那我想但是畢竟就是說因為是有一段距離 東沙島相對近一點 太平島的話就更遠了 那如果我們是用飛機衝過去池源的話 開飛機過去大概也要兩個小時 然後到太平島 如果是太平島的話更遠了 東沙島的話大概兩個小時 那如果是用船艦的話大概是一天 所以我想請問上將就是說 這個是剛才我沒有談到的 我們自己在島上面自己的這個防衛的能力到多少 我當然知道說我們不是等到出事的時候 然後飛機才趕快開過去嗎 如同我們剛剛講的我們在前面的嚴密監控 我們看到情勢看起來不太正常的時候 然後我們分這個海空過去的池源就應該要上路了 但是畢竟如果說這個發生問題的時候 我們靠我們自己島上面的這個防衛能力大概可以撐多久 然後我們過去的池源到位之前是不是都還可以撐住 好 各位我請我們聯山次長 再跟您在座頭說明 是 委員好我是座基次次長 那我們對於東沙島官兵的訓練從來沒有停止 我們對他的戰備輔防也一直在進行當中 那麼我們對於這兩個島的官兵的戰力 我們相當有信心 那所以說我們除了嚴密的掌握之外 我們區分階段在他有一些訊息的時候 我們的先期兵力預置我們就會按照計畫不斷的一個來 我們會希望說能夠趕在他之前 我們就完成我們的兵力規劃跟部署 不好意思 所以其實剛剛這一段是沒有回答到我問題 就是說如果來不及啦 我們當然最希望是前面的嚴密監控 其實事實上剛剛在前面的這個機密報告裡面 大概也是一直在強調這一點啦 情報上面的掌握監控上面的掌握 但是至於說我們自己在島上面 我們能夠這個防衛多久 那這個部分我們比較沒有這個去說到 但是我剛剛也一直在思考說 我這個到底在機密的時候來問你 還是在現在這個時候問你 但是我發現會答到的答案都還蠻相似的啦 所以我是蠻想聽到進一步這個部分的報告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再請這個 這個私底下來跟我說明一下 事報委員我們會後事就要到底有沒有向您報告 因為我發現機密的跟這個公開的最後講的內容是很類似的啦 但是畢竟我們當然不希望說是真正發生問題 我們才出發啦 那表示我們的情報跟監控的能力應該有一些狀況 否則我們不應該是發生然後才開過去兩個鐘頭 然後再讓我們自己的官兵在上面自己去 讓我們的海巡在上面自己去防衛兩個鐘頭 我想這個應該不會是我們想看到的狀況啦 那另外我想要提的是上個月 因為中國在南沙群島的永俗島裡面 部署這個高星六號返潛機啦 那我會提這個原因是因為 我們如果實際進一步來看的話 這個高星六號的這個航程大概五千公里 續航力近十個小時 那以這個整個南沙群島 整個南海的區域的這些岸礁比較多 所以它對於這個大部分的這些潛艇來講 是一個比較好的這個隱匿的一個條件的地方 但是如果說中國在永俗島 以及接著如果在西沙部署都高星 都部署高星六號的話 那它這個反潛機跟反潛的能力 包括從西沙到這個高蘇島之間 如果都這樣一直來回在監控的話 我想它掌握南海的這個能力當然會加強 所以這個部分不知道說就國防部來看 我們自己本身乃至於周邊的鄰國 針對於中國開始部署高星六號 有什麼樣子的因應嗎 各位我請我們的情報次長跟您做個說明 委員好我是情報次長 感謝委員長期對國防事務的關注 那有關委員所提到的 中共新型的這種反潛機 最近的評刺確實在南海周邊的巡邏 而且周邊島礁的這方面的一些巡邑 甚至於去應對外籍激進的這些做法 確實是比以往來的要綿密 那就有沒有掌握 目前來看 它就是在強化它對於南海主權這樣的一個存在事實 所以相關的情資我們都掌握 目前來看這樣的情況後續還是會持續下去 以上報告 好我想接著我想要跟這個 其實是對整個國防部的這個要求 因為我知道說有一些不一樣的部門 有一些不一樣的部會 來自於不一樣的政黨的背景 對於我們自己主權的這個聲討要求 會有不一樣的面向 最近我有看到說當然是對於這個U型線 十一段線的這個整個南海主導所有主權的這個聲討 跟這個進一步積極的要求有這樣子的聲音 那我過去在質詢在上一屆的時候 其實不管在外交部這邊質詢 在內政部那邊質詢 事實上 因為我們的領土其實是內政部他要去這個宣布啦 要公告 包括領海基線等等 其實那時候外交部對於這個部分是講的比較模糊 內政部 那時候我在質詢的時候 他是講我們就是就現有的 我們戰友的這個東沙以及太平島 去做這個防衛跟這個主張 也就是說我們不再去繼承以前那個非常模糊的U型線 十一段線 乃至於到了這個中國後來繼續把他講這個畫設的這個九段線 我必須要在這裡強調啦 我當然知道說領土的畫設並不是國防部的職責 但是我希望在國安相關會議的時候 不管是跟內政部還是外交部 然後以及相關這個國安會議的時候 應該國防部我希望可以有一個基本的立場 因為我想我們現在當然是希望 如同剛才我們報告上面寫 我們希望可以維持一個區域的平衡 我們也希望我們自己對於自己的主權的主張 應該要持續下去 但是至於怎麼主張 剛才報告寫的也比較模糊 那我希望就是就現有我們領友的這個東沙以及太平島 來去做主張 不要再去用以前從1947年去講的這十一段線 來自於說這以前歷史上來講 甚至於有人講說 漢朝的時候那個領土包括整個南海 就都是我們的這種說法 那這對於我相信對於我們的國家安全 以及在南海上面 跟我們的這些鄰國之間的關係 都是不好的 那而且這是一個非常虛無飄渺 又是一個混亂的一種主張 如果要更何況中國漢朝的時候 然後根本領土就沒有台灣了 台灣的當代的2300萬人 去主張中國漢朝的領土 這個不只是國家認同的混亂 這個時空上也有混亂 所以我希望這個部分 如同我剛剛講 這不是國防部的職責 但是國防部應該可以思考到 如果我們真的進一步積極去主張 中國漢朝的領土 是我們的領土的話 這個怎麼可能跟我們的鄰國 會有一個友好的關係 更何況漢朝的時候 中國的領土還包括韓國 包括北越 那難道我們現在要這樣主張嗎 那我們跟韓國的關係 我們跟越南的關係 可以維持友好嗎 所以我在這邊就是希望說 我相信一定會有各種聲音啦 如同我剛剛講 我在上一次在質詢 外交部跟內政部的這個立場 就不太一樣 那我會希望國防部在這個部分 至少就我們有駐軍的部分 我們來宣稱我們的主權 以及來捍衛 但是不要去做那個虛無 幻想式的那一種主張 那造成我們國家安全上面 以及跟鄰國之間的關係 反而是更 這個 不友善 以上 謝謝國防部 謝謝 謝謝委員 請馬文軍委員 謝謝主席 麻煩請副總長 副總長 謝謝 謝謝 馬五元早 謝謝 學生這樣早 我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今天部長還有副部長大概都沒有辦法來 不過我們還是很關切我們周遭海域 尤其我們的南海我們的區域 是不是有什麼樣特殊的狀況 或者我們應該怎麼因應 尤其在520前後 其實也是比較緊張的時刻 那剛剛大家也提到尤其今天主要的是我們針對南海的部分 南海在近期其實局勢有明顯的升溫 彷彿是一個衝突的熱點 然後包括越南它的撞船事件 還有馬來西亞它是有探勘船跟中共雙方的對峙 還有對於菲律賓被雷達瞄準飛國的軍艦等等 其實在這裡其實都已經凸顯了比較緊張的氛圍 而且大家當然因為我們對於南海包括我們的太平島還有東沙群島等等我們必須強烈的主張 因為那是我們的主權 為什麼大家會爭取南海周遭海域的這些島礁灘沙等等 因為它有非常豐富的一些資源 甚至還有很重要的戰略價值 對我們來說也是一樣 所以在這裡面對這些軍事活動力度的增加 我想要請教一下 在日媒其實它最近有引述一些消息人士的說法 有披露中國解放軍計畫在八月要在南海海域展開軍演 而且它軍演的內容是以我國駐軍所在的東沙群島作為假想軍事目標 模擬大規模登陸演習 我們的看法是什麼 報委員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我要再宣導宣示要我們政府的一個政策 這個南海豬島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 中華民國對南海豬島及其相關的海域享有國際法及海洋上的相關的權利 是不容有任何的一個質疑的 這一點我要先給委員做一個說明 那另外有關剛才所委員所提的部分 我分別請我們的情報次長還有作戰次長醫學來跟您做一個說明 簡單的報告好不好 委員好我是情報次長 有關委員剛剛所關注八月這個月日本共通社的一篇報導 我想就國防部的立場來說 有關於中共的任何軍事的動態 我們當然是會嚴密的監控 剛剛在報告裡面特別提到就是 東沙所處的這樣的一個關鍵的位置 未來是不是他以軍事的方式來做 武力的恫嚇 或是對我們做相關的武嚇方面 作為一個一個行動的展現 那本部這邊還是會持續的觀察 以上報告 其實我們早就猜到你們的回答會是這樣 不過我們還是要慎重的提醒 因為不管我們怎麼樣的掌握 對岸是首次以我們掌控實際掌控的南海島嶼作為假想對象 他的奪島演習 這是第一次 其實全世界有反奪島成功 也是中華民國 只有在古寧頭戰役 因為美國其他國家其實都沒有這種機會 唯一曾經成功的 讓敵人反登陸 反奪島的其實就是我們中華民國 不過在現在的情勢已經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 剛剛我們提到東沙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東沙島是我們南海非常重要的 南海北部東海津巴士海峽要出太平洋的制熱點 這個也是我們海空軍我們的兵力有辦法還有辦法到達甚至池原的地方 所以這個部分被拿來做為這樣的一個奪島的演習 我想這是有特殊的含義在裡面 這個可能也不是我們一般所說的就是我們會實際的掌控 因為在這裡我想要請教一下 我們有沒有信心可以保衛我們的這個主權 報告委員 作為一個軍隊來講 我們當然有信心 我們用我們自己的實力和我們堅強的訓練 是來完成我們這個整個保衛國土的決心 是絕對沒有問題 請委員和國人要相信我們 我們很希望相信 可是大家不可以犧牲 因為大家很希望說在周邊這個 好不容易維持了六七十年的和平 穩定 不要因為有一些我們自以為是或者我們偏差的一些對於國際的局勢所做的判斷 讓我們陷於危險之中 其實台灣現在已經是最大的熱點 全世界大家現在都在找附近的很鄰近的國家 大家可以結盟 日本一樣 韓國一樣 菲律賓越南 馬來西亞所有我們東南亞國家其實都一樣 只有台灣跟大家走的方向不太一樣 這是讓我們處在比較危急的熱點的區域 因為像這一次他們奪島演習 特別選東沙 我覺得其實也還蠻特別的 如果只是日媒他做的一個方向 這是一個明確的演習的那個作為對不對 是嗎 還不確定 報告委員 這是日本共同社的一個報導 他未來會變成一個既定的現實 我覺得還要有待觀察 所以還不一定嗎 今天如果是日媒放的 可能只是一個仇中的一個訊息 可是如果是真的 我覺得他們的選擇還蠻聰明的 因為東沙其實是我們的海空軍力都可以到達的地方 如果他在那裡做奪島演習 我們去還不去 或者如果像 因為東沙上面其實就只有我們的海巡的官兵嘛對不對 海巡官兵其實他不是軍人 他是警察 報告委員 海巡的官兵都具備軍人身份 可是他已經是警察 因為他如果軍人在上面如果有什麼樣的衝突 那是不一樣的 所以今天如果他在那裡做多島演習 我們去還不去 如果是東沙 東沙島他們做這樣的演習 美軍到底會不會來 因為今天如果打我們其他的地方 或者他的設定的目標 有什麼樣的攻擊的行為 不管是澎湖 不管是金門 不管是台灣本島 這裡都有人民 平民百姓只要受到攻擊 全世界都會有制裁的聲浪 都會嚴厲的譴責 可是東沙不一樣 不過他的地理位置戰略位置又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這一次這樣的選擇我覺得非常的聰明 我們怎麼樣因應 我覺得有可能國防部也需要有一個更完整的一個戰略部署 而不是只有我們監控而已 因為萬一這個如果不見了 我們真的是無言以對 我另外還要請教一下 就中共其實他們一直以來一直希望 劃射南海的防空識別區 就這個部分我們怎麼看 來 原三次長大 幹什麼一番 原三就簡單報告 報委員 我是座基斯次長 那麼這個如果說中共想要劃射識別區的話 目前我們還看不出來他具備這個條件 那麼他的規範什麼也都還沒有出來 那麼這個我們還是嚴密的監視他他後續的一個 什麼樣的情況會讓他積極的有這樣的作為 報委員這剛才在機密報告裡面都有講到 他如果說他覺得他有這個必要發射 但是他會先把這個規範先戳出來 目前我們都還沒有看到 因為他的規範可能也是他自己的內部的作為 可是我們現在擔心的是我們一步一步的喪失 包括像越南 菲律賓 馬來西亞其他的國家 其實他們都有跳出來講話 可是都只是做做樣子 但是他船被撞成了也是抗議而已 今天被雷達鎖定或者其他的衝突 他們必須要有作為 可是這個部分就我們自己本身而言 我們希望我們也要做更深的掌握 尤其不要太輕忽甚至也不要過度樂觀 我們還是希望其實我們希望在和平穩定安全 這才是我們最重要的 希望不要輕起戰端 謝謝 謝謝委員 接下來請呂玉玲招委發言 謝謝請徐副總長執行官 請徐副總長執行官 徐副總長 今天早上我們大家都非常關心整個南海的情勢 所以特別的也邀請國防部來做個專報 雖然說一大早我們先進行了秘密報告 但是密密報告裡面沒有正面的回答到很多委員的關心 在尋找裡面的話又因為是機密又不能回答 所以本席要先請教一下 我問的比較簡單 副總長就可以來回答了 在日媒共同社的報導 這件事情是否屬實 8月份對於南海我們東沙的奪島 這個演習是否屬實 報告委員這個有關日本共同社 有關8月份演習這部分屬於外媒的一個推測或報導或議測 本部不加評論 不加評論 還是說這個目標不是東沙是別的地方 報告委員這個不管這個報導怎麼樣去做 我想這麼多年來啊 中共對台灣的文攻武嚇 各項的軍事威脅從來沒有少過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包含南沙太平島 包含東沙所有的各島嶼的這個戰備整備 所以我們各項準備工作從來也沒有鬆懈過 是 我們在國防部例行也在這個南沙也做一些演訓 所以我想請教 如果有這個事情屬實 那我們的防禦是否有這個能力 能夠即時應應去支援島上的官兵 包含有關海空資源的各方面的這個戰備整備措施 我想特別跟委員報告我們都有做好相關的應應的一個準備 那因為這試射與軍事的一個相關的一個行動 我覺得這個地方不適合再跟委員做進一步的報告 但請委員放心我們都有規劃也都有做好計劃 因為我們認為說如果說我們都有規劃都有掌握請支 所以我們的戰約策略必須要調整 而且對於這個反登陸的整個去規劃 更要去了解才能夠控制到這個情形對不對 是的 好那我也覺得奇怪 因為東沙太平島在屬於後面 在前面離大陸更近的地方金門馬祖 這些地方都更近 為什麼會跳過要在東沙或是太平島 動清醒 包含這個我們對於我們所有的外力包包含金門馬祖 東影烏邱所有的外力島各項的戰備 從來也沒有鬆懈過 那我想就是說我們也不好因為一個外媒的報導 是不是就讓我們會有一些想法 其實我們也絕對不是因為外媒的報導 我們做好萬全的準備 所以我們平常在南海在東沙 我們做的操演就是要針對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去做預約 要去預想嘛才能夠防範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大陸在這整個其他島嶼大興土木 這個針對於填海造陸做一些島上的一些基礎建設 他們就是要掌握南海的這個海上的這個主導權 所以我們相信國防部應該都有掌握 對於這方面我們要即時的能夠應應 能夠應應不管是東沙或是太平島 上面雖然說有我們的弟兄在那邊防禦 但是我們要即時這個即時是相當的重要 所以我才希望說我們要做好應應措施 我們看到包括越南他也跟著大陸在這邊填海造陸做一些基礎的建設 所以我們真的要特別的防範這個事情不能夠發生 請委員放心 有關在美整備的相關的工作 國軍還有海巡我們從來沒有鬆懈過 從來沒有鬆懈過 這一點要跟委員報告 所以我也希望國防部要掌握這個契機 因為我們看到在這個美國在這個東沙的這個演訓完畢之後的話 他又開始南下到這個澳洲這個南海這個地方 在做一個印太的一些演習的戰略的工作 所以我們整個情形可以看到 我們必須要跟美方做一個聯繫 利用這一次加強跟美方來要求說我們可不可以在南海一起共同的軍演 這也是相關的重要 我們在關鍵的這個據點 我們就要關鍵的角色的扮演 好不好 謝謝委員指導 好 那接下來我想請問的就是我們海軍有一艘功勳艦 這個功勳艦這個也退役了 將近有50年時間 在2010年就退役了 炙燒中海艦 聽說我們海軍要用這個底價 1400萬人底價準備要開標出售 我想請問 我們這個開標出售 是用廢鐵的方式出售是嗎 是喔 那我們的對象 我們開標的對象 是對全世界投標還是只有對我們國內 沒有這是公開在政府網站上面 所以是全世界 沒有就是公開的 沒有開國際標 國內標 國際標就是全世界 沒有國內標 國內標 那國內標 那我想請問 那至少因為退役了在2010年就退役到現在 他每個月的管理跟維護的費用有多少 一年 報委員依法來說廚藝報費的不能編維護費跟管理費 所以這10年的時間都沒有 對 都沒有維護費管理費 除非說我們要做另外的運用 當作把船 那我們會檢視 有些地方我們會做漢補 那是基本的 所以這10年來 他都沒有一些維護管理費的產生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大家也有希望能夠評估 可不可以把他留到軍事館 報委員這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基本上我們建領廚藝之後我們有三個用途 就是後續的運用就是當作把船 第二個就是地方政府如果有需求 就是人工漁交或地方政府他展示 他可以來申請 但是因為當初大概在1030到104年 金門縣政府有為了他的官方產業有跟我們申請 我們也同意了 那後來他評估之後又沒有執行 那後續沒有地方政府的申請需求 那因為我們擺在那個廚藝劍碼頭 他本身狀況不是很好 而且有為安因素 那所以說我們考慮 就整個評估過之後 整個評估之後 只能用這個標售的方式把它處理掉 要不然會產生很大的為安因素 所以就不要再留下來了 因為這個工薪劍 工薪劍但是對他有感情 報委員 我們海軍對於建軍發展 光榮歷史 重大實際這些東西 我們用不同的方式 包括專書文字敘述 圖片影音這些東西 我們都可以用保存 那我記得這個麥克拉斯將軍在他 這個大概1951年他在國會 告別人說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其實老兵不死 只是永遠凋零 那就精神存在 那如果說我們因為 就一定要把這招線留下來 那因為我們台灣各港口地方 然後包含維保費用這些都是 那你當作一個精神象徵 這些東西不見得一定要把實體保留下來 那很多值得留存下來的文物 包含他的一些裝備 我們也是有保存下來 這跟其他這個著名的建領是一樣的 那我再跟委員報告 那當初陳慶貴將軍 他的永家艦當初也沒了 可是我們在海軍有一條永家艦 我曾經看過那個艦隊長 這沒有錯 那陀江艦當初也沒了 那我們現在新的這個艦艇也叫陀江艦 那我們有不同的方式去展現他這個精神 跟這個歷史的傳承 請委員放心 所以我們是想說一個功勳艦 留下了太多的歷史跟感情 如果說沒有再進一步的審慎的評估 可以留下來在軍事上 給大家去緬懷去紀念的話 用廢鐵的方式 用底標的方式把它招標出去 我就是覺得蠻可惜的 所以大概什麼時候會招標 包委員已經招標完畢了 已經招標完畢了 所以是國內的得標了 是 其實國內得標我們也要審慎的處理 裡面有相關的東西 是 有價值文文我們都會留下來 一定要留下來 好謝謝 謝謝委員 好謝謝趙偉 請陳柏惟委委員 邀請副總長執行官 請副總長執行官 請副總長執行官 那我們今天的標題是中國盜沙很囂張,南海情勢正緊張 為什麼這樣講呢?我當然知道盜沙船的業務這個是海巡署的部分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國防部有沒有思考過他抽沙船這麼頻繁的來 除了他的經濟規模之外,他有沒有其他的目的? 有沒有可能有其他的目的?在國安上會不會造成其他危機? 中國為什麼這麼愛抽沙? 有想過這件事嗎? 那個02次還沒有說法 來,麻煩,快點,謝謝 委員,早安,我是情報次長 那有關於剛剛委員長期來所關切的抽沙船的在台灣西南海域的 台灣湯周邊的這些活動 其實我們跟海巡的單位每天都有專屬的這些... 我不是說我們的座委啦,我是說你們的觀察他為什麼這麼愛抽沙 有沒有可能有國安的影響? 目前我們就所掌握的他背後的是不是存在軍事的動機 目前我們還要再觀察 再觀察,沒關係,就我的觀察來給大家一些意見啦 抽沙除了暴力之外,因為他們現在中國自己抓得很嚴 他就變成他跑出來偷挖 那另外他們的是山區天南沙現在也盡採 所以他們就跑來台灣灘挖 那台灣灘他會有這個兩國僵域的問題跟海域的問題 所以呢,反正在我方沒有什麼強制驅離的情況下他就偷偷挖 那已經從2014年挖到現在喔 而且去年我們除了首次這個驅逐成功之外 今年光1月1號到5月13號就已經有1200艘的這個抽沙船被我們趕走 那除了他有可能可以獲取暴力之外 他有沒有可能...你知道在台灣灘附近他的這個海生是大約8到10公尺 如果他繼續挖可能會挖破10公尺 這個時候他的財電的這個潛艦... 財電的潛艦伏擊區 還有他的財電艦就有可能可以進來 那國防部對這件事情有沒有掌握 或者是說我們有沒有這個持續保持 他對這個台灣灘的影響 我請海軍參謀長跟你說 是請 委員好,那個... 就是媒體...這個是媒體報導 有關潛艦伏擊區 那想要新增一個潛艦伏區並沒有那麼簡單 我相信 但是你再讓他挖下去咧 有沒有可能 包委員可能要挖很久 可能性不高 對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但是我要問的是 他這個我們... 我們...就我的理解 我們現在有一台叫達官號 可以去做這個... 有有有,固定都有 那我們一次大概要探勘多久 才能獲得一個新的這個圖形 包委員基本上達官號 他除了配合我們自己的 還要配合那個... 就是跟這個台大那邊 他們都有水溫研究 都有固定的計畫 應該說我們多久做一次一次做多久 我們到時更新的頻率是多少 因為每年年年齡都不太一樣 那如果說在那邊 據我所知道大概就是做大概一個月到一個半月 一個月到一個半月我們就更新一次 不是每年... 他有他固定的探安計畫 因為海底的狀況不會變動那麼大 或許潛艦伏擊區在媒體上你會覺得說 他可能要挖很久 但是不可避免的... 不可這個排斥的可能性 就是他如果挖到10公尺出頭的時候 他可能有一些可以吃水比較深的船可以進去 那我們都知道台灣海峽的航線是 對我們來講不管是能源上 或者是戰略位置上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還是要繼續觀察這個海岸地形的變化好嗎 讓他不只是海巡的這個工作 我想海巡署一定也會配合國防部來做國安的這個維護嘛 那另外呢 我們知道我們的海軍對他們的海軍 我們的海巡對他們的海警 可是他們有一個兵種我們沒有叫海上民兵 那在過去的歷史上 不管是從這個監控上或是從媒體上我們都看到 包含他們的漁船來衝撞我們海巡署的這個船艦 或者是最近這個抽沙船的可能軍事行為 那在這個所謂的民兵條例上面 我們國防部怎麼樣去面對或是處置這一些海上的民船 報委員上次海巡署在這個 另外一個委員會曾經有講到 因為這是現在也是海巡署他在處理 所以說這個我們還會跟海巡署保持很密切的協調 好沒問題 這個回去研議看看 這個抽沙的東西可能不只是海巡的事情 會不會有關的事情 我們就保持密切關心 那另外呢我想要知道一下 這個在南海的部分 剛剛其實也很多人講過 另外我特別想要用以色列的這個媒體報導 他這邊已經有衛星圖拍到他的空警 500預警機跟這個空潛200反潛機進去 那我們都知道 剛這個委員包含這個在密密會裡面都提到 東沙群島不只是戰略位置很重要 其實在這個前幾年 韓國的SK Innovation 他們公司也跑過去看一看說 這邊有石油 那這個時候我就很好奇 因為當然我們知道有某個地方首長說 要去1600公里外的太平島 哇不去400公里外的東沙 我想這個距離感也不太好 但是問題是 如果東沙群島有這麼豐富的石油資源的話 那麼在共同開發的前提之下 東沙群島的任何行為會不會挑起區域的這個 會不會挑起區域的不平衡 有沒有可能會產生區域的問題 東沙群島在南海扮演的位置 戰略位置 我想不管在南海 不管在南沙太平島 或在東沙群島 任何不可預測的這個軍事行動 都會造成區域的不穩定 我想這都不是大家所樂見的 好我們剛剛提到六七十年的這個和平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最近或是近 我不知道10年20年 近代啦 我們有沒有主動在這個南海挑釁過中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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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一次都沒有 沒有 那麼他還是畫了南海識別區 他現在 他現在南海識別區還沒有畫 他在自己家裡畫的 他沒有跟國際公布嘛對不對 小孩子塗鴉 他沒有宣布 沒有宣布 那另外呢 我們在沒有挑釁他的情況下 他是不是這個填海造路 有嗎 填海造路是有 就是那個南沙的島礁 對 我們沒有挑釁的情況下 他設置了334行政區 把這個南海的這個群島 都畫作他們家的嘛 在我們沒有挑釁的情況下 他今年8月份媒體報導 他要在東沙群島演練嘛 那請問一下 中國今天要不要做這個南海的戰略作戰 到底跟台灣有沒有挑釁 有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就我們講邏輯啊 我們不講情報或內容 我們講邏輯 報委員我之前也跟這個很多委員都報告過 對 這個中共對台灣的文攻武嚇和軍事威脅 幾十年來從來也沒有少過 對也不關 所以我們不管是在任何地區 是我們都要這個 不是無視敵事不來事物有以待之 我們都做好準備 請問一下 這是我們的基本立場 我相信我相信 請問一下 那你評估 你跟我們評估 不方便講又不講 你認為現在的這個狀況比較危急 還是96年飛彈的危機比較危急 報委員您想是 不好判斷 情況不太一樣 沒關係 想說這情況不太一樣嗎 情況不太一樣嗎 現在我想就是說 剛才我們特別提過了 這個日本共同社的一個新聞 是不是 我們還需要做一個持續的關注 是不是 我們要做持續的關注 但是 我們對於這個中共的各項海空兵力的 一個兵力的調動 我們都是做聯合情勢 情勢 隨時都在掌握 好 謝謝 我最後一點時間 我還是要講 我們從來沒有主動挑釁中國 但是他在南海做的種種措施 都會跟台灣的未來 這個國家的安全有關係 那第二個呢 在96年到現在 幾乎從來沒有停止過文攻武嚇 甚至是我們所謂內壓外轉 當他內部產生壓力 他就對外施壓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講 東沙群島這一邊 我們必須要增加對方的開戰成本 甚至是他有可能去圍殺 然後打台 的這種軍事移轉行為 這些都是我們未來 進這個實際上能夠去做的事情 那希望國防部可以這個重視 接下來的這個中國動態 謝謝 感謝委員 我們始終重視 謝謝 請趙天林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先請這個徐雙將 請副總長 參謀執行官 趙委員好 你好 我是一個想要先請教 剛才也是陳柏惟也有 吹詢的問題 但是我想問仔細一點 就是因為部長昨天特別提到說 中國在南海 設這個識別區 那後來國防部也有發新聞稿 表示說這個是有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或者是有這樣的情報 目前還沒有畫設 可不可以請請您這邊再仔細的 好說明一下中國在南海設識別區的情形 到底是如何 所以非常感謝委員 鮑委員我請我們的那個 連山次長 詳細的跟您說明 好請 鮑委員我是座記事次長 在我們台灣的周邊 現在目前有三個防空識別區 在台灣的北部 有這個中共畫設的東海防空識別區 在我們的這個台灣的右手邊 也就是東部 有這個日本的防空識別區 在我們的南部 有菲律賓畫設的這個 防空識別區 那委員您剛才講到的 中共畫設防空識別區 目前 我們從任何跡象裡面 我們還沒有看到 他 他雖然說有講過 但是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 那但是他畫設這個識別區 他還要考慮很多 第一個 他自己的需要之外 第二個 他跟菲律賓 那等等的有沒有什麼 這些重疊 所以說 我們還需要再嚴密的來真實 來觀察他 報告完畢 因為中共他們在做一個人工島礁 然後把它片面取名叫做這個三沙市 然後上面還設了兩個行政區 這已經造成區域非常的不滿 那他現在會不會據以這個行政這個區 還有這個三沙市為名 他設一個防空識別區 這可能性大不大 要不然的話部長應該也不會 憑空就做這樣的一個判斷 報委員那一天 我特別跟您報告 這個部長 部長應該是沒有說 那個他可能是 在這個說法上面 我們需要再做一個澄清 剛才那個 我們這個專案次長 已經非常明確的跟委員報告了 中共之前有宣示 但是目前確實沒有畫設 那剛才有關 他如果要畫設 這個南海防空識別區 他還必須考量到 周邊各國等相關的因素 目前是沒有我們會持續的秘組 好 那這個 就像如同您講 日本共同社有報導說 他們在七八月份 有可能會在東沙島 以奪東沙島為目標的進行演練 那目前有這樣的跡象嗎 就他們的兵力調度 或什麼有這樣的跡象嗎 報告委員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們對於台海 還有南海周邊的 所有的這個情資 我們的聯合情線人 都會持續的一個掌握 那對於這個 有關日本共同社的報導 那他可能是一個推測 或者也是一個預測 那本部對這一部分是沒有評論 但是之前我們也跟委員報告過了 這個不管他有沒有任何的報導 我們對於東沙 南沙太平島的整個的一個防務 我們都持續在加強當中 不會有任何的鬆懈 好那我接下來要請教您的就是說 你看這個照片 這位是一個中共解放軍的 退役少將橋樑 曾經發表武統論的這樣的一個 退役少將 那他特別提到說 這次很特別 他改口 他說台灣的問題 攸關中國的國運 不可以輕率極盡 那認為美國 不管是直接還是間接都會干預 甚至會聯合其他的西方國家制裁中國 那造成中國可能會整個資本鏈 經濟的一個重大損失 所以呢他認為就是說 台灣的問題其實是中美的問題 他要用中美的實力來去做衡量 那您的看法 對他的這樣的評論的看法怎麼樣 我們不會因為中共有任何的單一的說法 而改變我們對於這個防衛國家的一個決心 他不管說 不管是真善也好 假善也好 是的 我們對於我們自己防衛的這個決心 還有我們自己的各項的防衛的準備 是絕不鬆懈 那如果連這個中共的武統的這樣的一個專家 專家或者退役的將領 那都會表達了這個美國的重要性 那我們就看看美國 他根據《泰晤士報》的報導 好像美國的兵推在2030年如果在太平洋跟中國發生衝突 有可能會被解放軍來擊敗 那而且在制止中國侵略台灣的部分會極為的費力 甚至影響到在關島的美軍基地 當然我們知道美國一向的兵推都是用最嚴重的角度去兵推 然後再來補足他的不足啦 這個當然可能是跟我們台灣這邊的智庫的習慣不是一例一樣 所以我在這邊不是說一定會戰敗或戰爭 我意思是說那我們自己的這個評估 也就是說我們自己的建軍十年計劃 是怎麼樣可以確保整個台灣的安全 我想不論美軍的這個行進的動態 還有這個解放軍的這個整個在美演訓的一個相關的動態 我們國軍都持續掌握並且做好各項的一個應變的這個計劃 是 我想這是一個我們不變的這個原則 是 好 那我想今天時間非常有限 所以在未來我們是如何能夠在目前中美 不管經濟上軍事上越來越緊張 台海也是的情形下 我們的這個建軍計劃怎麼樣確保安全這個 再請私下來跟我們做說明好了 是 好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可不可以請陸軍的陳曉明次長 那當然包括陸軍參謀長跟後製室的這個次長一起 我最後問一個問題這樣 那我們這個徐上將可以請先回 是 感謝委員 好那我們繼續再追蹤一下這個269旅的這個事件 根據我們跟你們的了解 國軍通用這個零附件共補作業流程圖 這是你們整理給我們的 那你們說根據現在的這個流程的精進 所以審核流程最多只要兩天就可以達成 那可是我們看軍事記者他們的報導 總是都是說還是需要拖個半年 最快三個月 那所以呢這個國軍的律定跟外界的認知 為什麼這麼大的差距 可不可以請你們說明一下 委員好我是後勤參謀次長 我來跟委員做個報告 那個首先我先報告就是我們現在整個軍品代料大概可以分成有三種情況 那第一種大概就是屬於消失性的商員 那就是我們的使用裝備比較老舊 那現在不管國內國外的廠商都沒有生產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指的是長膠期的部分 那長膠期大概都是屬於跟國外下訂單的 就是我們下了order以後 獲得這個料件的騎乘拉得非常長 那第三個大概就是受限於預算 那單位會以優先順序來考量 決定購買哪些那個料配件 那決定優先順序大概都是以我們的主戰裝備 跟我們的救災的裝備來當作優先 這個是跟委員做個報告 好 那所以就有的快有的慢 那所以有的快有的慢 裡面我們只好就看具體數字 所以269旅在106年到108年 大賣場即緊急零購採購統計表 這大賣場不是我們一般認識大賣場 是你們另外的那種採購的系統 有簽約的 對 那這個裡面看108年 它其實在大賣場採購的量值 269旅其實有蠻多的 有368項 有高達2930件 新台幣有高達144萬元 等 那緊急零購的是另外的25項 可是我們回來看你們在108年 這個269旅旅步聯所進行的這個評鑑所見缺失裡面 在這個269旅368項大賣場採購 在旅步聯據沒有捷報資料 那個是什麼意思 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就是他們沒有按正常手續來提出申請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要加強他們單位的普保作業人員的教育訓練 那這個並不是長期的帶料的這個狀況 第二個就是 我們各二級廠都有備90日份的一個計畫性的備料 那是透過補給系統來申請 或者是剛才講的大賣場的供售 如果是非計畫性的一個這個這個料件的申請的話 除了從補給系統來申請之外 另外還可以透過緊急零購費的方式來採購 那現在我們也請我們的入勤部來整合我們所有的地支部來對他們所屬的這個單位二級廠來做技術輔導來加強他們的這個料件的這個申補補寶的作業 以上報告 後續的改革要請繼續 我們要看到成果 那當然今天時間已經到了 但是我還是很希望知道 這樣的上個月自殺的黃信中衛 這個黃牌他到底是不是有被迫撕購物料 什麼時候會有真相 那當然就包括整個從2690到陸軍司令部 整個後勤附件的運補機制 最後的這個檢討跟追究的情況如何 請你們有一個段落之後跟我們說明一下 謝謝 謝謝委員長 請黃帝委員 謝謝 麻煩我們副執行官 請副總長執行官 黃帝委員好 早 我們今天討論的是南海局勢 其實台海周邊局勢過去這兩個月非常熱鬧 那如果這個地區的各國 他現在採取的不管是戰備或者是政治作為都有所改變 那我們在東沙跟南沙不管是防務或者部署或者其他想定 可能就要跟著更新 否則舊的那一套可能沒辦法應付新的局勢 所以第一個我們看一下第一張圖 第一張圖是最近這差不多一個月內 美軍的艦艇跟飛機戰機 在整個這個印太地區出現的頻率 那這個部分其實很多都是公開資訊 大概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 他的部署改採機動性 把B-52H調回本土 用B-1B來取代 從2004年開始固定的轟炸機出現行動 改成機動性的讓你捉摸不定 而且先進性也提高 因為B-1B畢竟他是比B-52更先進的轟炸機 另外在今年的3月有雙航母的演習 在聯合的部分 事實上美軍第七艦隊或太平洋艦隊司令部 曾經替澳洲加拿大法國英國甚至德國的戰艦 經過這個區域幫他發布新聞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 副執行官這裡或者是我們 這個國防部這邊 這些作為相較以前多年來的南海或台海局勢 有沒有改變 是 這個改變的原因是什麼 來請進入回答 詳細說明 感謝您這麼長時間對國防部的指導 那有關於委員 剛剛所講的這些全部是事實 也就是說整個美軍包含周圍這些有盟的國家 再加強在台灣周邊海域南海相關的氣態 他的武器的能量提升 是的 出現的頻率提升 是的 甚至於聯合北約的軍艦 或者是加拿大澳洲的軍艦 澳洲其實在這邊量能也比廣年更高 這第一個改變 是的 第二個也請教兩位 不只美國改變 越南跟菲律賓也有所改變 我們都以為杜特第一在跟他們吵架 其實沒有 蘇比克灣 你看這裡 蘇比克灣原來有一個含禁重工在那邊的場區 現在呢 變成美國要取得 透過這個取得 美軍又回到 重新接管蘇比克灣 那蘇比克灣 這個是菲律賓艦隊司令巴克多 公開講 我們樂見親密盟友接管蘇比克 也就是我的港 我讓你來 在同個時期 這兩年 美軍的航母都有拜訪越南的金蘭灣 金蘭灣 其實是俄羅 當時的蘇聯 留給越共的一個禮物 那他到金蘭灣之後呢 目前也在討論 怎麼樣讓美軍可以使用這個軍港 那 越南的金蘭灣 跟蘇比克灣 兩個連成一條線 它的中心點叫做太平島 所以這個部分我不知道我們國防部有沒有掌握 就是我們周邊國家 越南跟菲律賓跟美軍 在軍事合作 港灣合作上有沒有提升 跟委員報告 有關於剛剛委員所提示的這兩點 包含越南跟菲律賓 相關這些國家的這些接觸 我們有掌握 有掌握嗎 但是後續有關於這些細節部分 我們還要繼續觀察 這後續其實各國政情不同 還有一段時間 但那個部署很明顯 第三個 講要演訓 其實兩位都是資深的將領 共軍什麼時候 八月份要演訓 現在就給你預告的 沒有 共軍通常演訓 他管制空域 大概都在很短的時間內 告訴你 很少是在五月份 預告八月份的軍演 所以基本上這個消息 有異常 而且透過日本共同社 我們不見得要認為 他有這個軍演 或時間在那一刻 我剛才贊成這個 徐富你剛才講的 我們不會因為這個訊息 就去動我們的防務 但是我把整體來看 也就是 共軍在南海 會不會演習說要奪東沙島 這個訊息八月份的演訓 要好好評估 他不見得是真的 可是你看一下去年 去年是貴部國防部 提出來的中共軍力報告書 這是我們正式的文書 中共軍力白皮書 是我們中華民國台灣 國防部所提列出來的 其中這一頁我把它摘出來 事實上你們在第四十二頁 去年就預告了 共軍有可能以奪戰東沙 來升高對台的壓力 你們有評估過嗎 那2019年 2019年的報告書 就已經指出 東沙有面對這個危機 這一年來 或者這一段時間來 我們對東沙 有沒有做相關改變的部署 包委員跟您報告 這個 我們對於 這個 中共的各種可能的 這個軍事的行動 我們都是在 這個 各種想定都有 都有都有 但東沙去年其實你沒有寫到 我們有關東沙跟南沙太平島的 這個整個的一個防務 都是持續在加強當中 我想剛才在機密報告當中 也跟委員都報告過了 國安部跟海巡署之間 都有密切的聯繫 這個 機密報告部分 我們能不講不講 我只是告訴你 事實上 奪東沙島這件事情 不是共同社 今年 弄一個新聞出來 我們去年 國防報告 中共軍事報告書 我們就點到了 點到 我相信國安部 你會點到這個事情 後續作為不可能沒有 你沒有的話 你寫那段 開玩笑 可是我很擔心你們的後續作為 就是把那兩百位官兵 就一直操演 我們那邊的機槍砲 一直在操演 並沒有所謂的實質量能的提升 這我待會兒跟各位探討 下一個是ADIZ 我先請教 兩位 我們這個 陳國華中將是空軍的 ADIZ化射之後 如果南海 共軍化射防空識別區 雖然在國際法上沒有實質的約束力 對我們東沙南沙有沒有影響 報告委員 這一部分 如果中共化射南海的ADIZ 那我想呢 第一個在政治上面 它有助強化它主權的一個宣誓 在軍事上面 它可以擴大 它空中徵詢的範圍 它空中徵詢 勸離 驅離的動作 它可以合理化 對他國軍機活動的一個反擊 我們腰山洞將來到太平島 太平島運捕的話 它根據它自己化射的ADIZ 它就可以上來趕你了 ADIZ是管空中的比較多 臨海才是海軍的 所以這個化射對我們會有一些不便 也會造成當地的國際局勢緊張 各國其實都反對 所以這個會造成我們不便 事實上 我不曉得各位怎麼評價 去年 不是去年喔 這個應該是 在2016年的4月13號 我們退役的將領在鳳凰衛士 建議共軍在南海化ADIZ 你們怎麼看這個行為 而且是交這個行為去影響美軍的部署 結果是我們中華民國退休的將領 在鳳凰衛士 川普就罵那個衛士說 你背後老闆是誰 其實背後老闆是中國嘛 這樣子的表達適不適當 但他現在是委員了啦 我只覺得很遺憾 我們退休的將領 在中共的電視台 教他用南海ADIZ 叫做隔山打牛 把薩德的危機轉移到南海 這個侵害到我國利益啊 這不叫叛國什麼叫叛國 而且跑去中共的電視台 引以為榮 所以我現在回到我們的主題 從美軍聯合歐盟 聯合澳洲加拿大的部署 菲律賓越南金南灣蘇比克灣 他們有相關的作為 連印尼在我們的真母案子在旁邊 他也派基建跟中共在那邊有衝突 然後呢 再加上東沙島 事實上我們在去年就預告 這個地方要小心 再加上ADIZ的可能化射 南海局勢各國作為都改變了 中共花了三沙市 西沙南沙行政區 島礁軍事化 現在的作戰艦有七艘 海警艦也是類似作戰艦 12艘常駐兵力在那邊 然後呢 美軍呢有改變 印尼呢到北納土納海 一開始他被他們的余政團攻擊 後來他派他們的F-16飛出來 我現在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局勢有變了 請問一下我們國防部 針對我們東沙跟太平島 我們有沒有具體質量改變的計畫 內容如果是機密你不用跟我講 我們去看過那個地方 還是那個二戰時期的那個機炮 破炮 其實我們會擔心啊 因為那邊眾生不夠 高低起伏沒有 縱使有人形容說東沙是一個 航空母艦 我們的弟兄在那邊 他們的安全跟防禦力很重要 我們有沒有因應這些局勢 去提升我們該做的事情 報員我們都有做完整的計畫 我相信這邊不方便說 有機會到委員辦公室 我希望看到這個部分 提升的作為我個人建議 國際合作是一條路 因為安全不是 國防安全跟國際架構其實有關係的 所謂的國際合作 菲律賓的蘇匪克灣找美軍合作 連越戰打得稀里花啦的越共 現在的越南政府 找美軍在金南灣合作 那我們在那邊控制最大的島太平島 我們怎麼樣透過國際 也許人道的合作 或者是準軍事的合作 讓我們的國際結構更強化 這是一個 這個部分 不是國防部一個單位可以決定的 第二個 像我們曾經提過 這個禁岸的防禦武器 我們自己研發的 單人控制就有相當的火力 能不能部署這個 你們就判斷 這就是建議我們自己國軍製造的 禁岸防禦系統 鋼撒彈 有人叫他叫小雷霆嘛 這個部分可以補足我們兵力 或眾生火海的不足 這個局勢如果大家都在升高的時候 我們單獨按兵不動 那個不叫冷卻 那個是製造一個破口 會製造危機 所以我本期剛才提了很多各國的改變 也希望我們軍方要思考 我們當地這些 由海軍陸戰隊代訓的海巡弟兄 東沙還有我們空軍的氣象戰 他們除了靠堅強的意志跟操練以外 實質硬體的提升 國際的合作這兩項 我希望在短期內看到國防部 有相關的報告給我們 這樣可不可以 沒有問題 我們再找時間下委員報告 好 謝謝 是 感謝委員 在陳以信委員質詢完畢休息五分鐘 現在請江啟臣委員 請主席 部長今天沒來喔 總辭 喔 對 那我們請這個副總 請副總長執行官 主席 主席齁 你好 雖然部長沒有來 但是這 國防還是不能有空窗 特別在520的前後 剛好又是國際局勢 兩岸局勢 中美情勢 我想是變化最快速 外在情勢也相對比較嚴峻的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反倒是應該 應該是 要有長官作證才對啦 所以這個 瞬間的變化都非常的快 那我也不曉得你們掌握多少 我就舉一個例來講 喔 川普總統在5月14號的時候 曾經大罵 北京 也包括習近平在 甚至他這個用詞也蠻強烈的 他說啊 不惜可以切斷他跟中國大陸的所有關係啦 就是Cut off the whole relationship 那 雖然你們負責國防 可是國防的變數當中 都跟這些有關 所以你們怎麼樣研判 川普講的這件事情 然後他講話 他的講話有沒有影響到區域之間 美軍的佈局 或者美軍相關的行動 或者美中之間 他們在軍事上面有沒有反映出 川普這種強硬的講話 請雷二次長先說明 這雖然是上禮拜的事啦 但是 從軍事上的研判 有沒有看到這樣子的反應出來 是委員好 我是情報次長 那有關於委員剛剛所提示的 上禮拜 在美國政府所 特別是川普總統他所發表 一系列的 這樣的這些 屬於正式性的 上面這些的發言 就國防部的立場來看 那當然 美國總統所發表的 你回答我的問題就好了 不要拖時間 回答我 剛才問的就是說 你們從軍事上的觀察 情報上面的研判 比如說在南海 在台海 美中之間的軍事角力 有沒有反映出川普的講話 各位委員報告 目前來觀察 就整個目前 軍事上面的這些政策 目前看是沒有太大的變動 最近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動作 沒有太大的變動 沒有太大的變動 但是彼此還是很頻繁的 在做演習啦 做演練啦 一些船艦的出沒這些等等 是 目前還是沒有太大的變動 那 那同樣的 也是最近的一個報導 但是這應該就是真的啦 這個連CSIS都出來講話 英國太武士報的報導說 美國國防部的兵器推演顯示 假設在2030年 美國跟中國大陸在太平洋爆發衝突 美軍將被解放軍壓倒性的擊敗 而且要很費力才能夠阻止大陸侵略台灣 然後這個報導之後 CSIS的研究員 我想這個很資深啊 格拉伊啊 他就出來講 他說 他說台灣是美中之間最不穩定的問題 可能升級為戰爭 甚至引發核戰 那你們怎麼看 包委員對於英國太武士報的報導 這個本部沒有任何的評論 因為每一家報紙外媒他都有他自己的看法 但是美國的兵器推演是真的啦 是 你們應該要知道吧 美國的兵器推演 你們不能說你們不知道 但是跟委員報告今天 那你的情報都做假的 是 包委員但是不管在任何的狀況之下 自己的國家要自己救 我們強化 我當然知道啦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自己該做好 我們自己該做防衛的事情 好 自己國家就是因為自己國家自己救 你如果這些情報的延期 你做不好的話 你怎麼救啊 你方向在哪裡 你往哪個方向去預防 對不對 所以 所以這不是說 每一次都講自己國家自己救 就可以 怎麼樣 好像推諉社者所有的問題 不是這樣 我是要告訴你這個情勢的演變 跟他放這樣的訊息出來 意義何在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點 放這樣的訊息出來 報告委員 過往美國也不是沒有兵器推演 可是這一次兵器推演 我想他推演很多次 可是他居然跟你放一個 2031年 美中一戰的話 美國海軍挺不住 然後葛達宇又出來講話 台灣會不會是美中之間最不穩定的問題 這難道是巧合嗎 還是要釋放什麼樣特別的訊息給我們跟給兩岸 你們的研判是什麼 報告委員 這確實是一篇重要的報導 那特別是泰晤士報 當然具有一定的一個 在國際媒體上的聲量 有關這篇報導是以2030年來做整個共軍軍力的發展 以及美國軍事的一個投射的狀況 那相關裡面的報導我們都有掌握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也發覺這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警訊 國防部 同樣的問題我要請教你 你們要不要做類似的兵器推演 你們有沒有做過類似的兵器推演 你們的兵器推演不可能只推演兩岸 台海如果衝突的話 美國是關鍵因素 那你們的兵器推演 有沒有類似的結果 報告委員 我們所有的各項兵器推演 對於威脅台灣的各項的軍事的行動 那就包括這些 我們都會納入整體的評估 那我不做單一的部分跟委員再做回應 那萬一台海發生戰爭 你認為哪一個國家最有可能介入 最有可能派兵 你認為哪一個 還是都沒有 報告委員最不方便在委員會的時候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這個不用不方便 連美國的兵器推演就直接把你推演在裡面了 對不對 美中之間的衝突 關鍵的因素 兩岸 跟台灣 所以 他做這樣子的兵器推演結果出來 那你們在兵器推演裡面有沒有這樣的項目 還是你們也不推演這樣的項目 如果你們連這個項目都不推演的話 我不曉得你們在推演什麼 對 台灣的主要衝突的來源就只有這一兩個 一個是對岸 台海 再過來就是南海 這是最可能的 一般人都知道 所以這樣的訊息出來 國安部如果你們沒有去做認真的研判的話 我們會很擔心 你要往哪個方向去預防戰爭 去避免戰爭 也跟主席報告 有關剛才這個主席所提到 有關這個台灣防衛的 各種敵可能的任何的行動 我們國安部都有各種預理的一個方案 好 不過你們這樣的回答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的 是 敷衍我 那我要問個比較實際的問題 我問比較實際的 太平島的碼頭 是不是在做俊升的工作嗎 你們都不知道嗎 你們都不知道嗎 雖然這是海巡署的預算 是 這個報告委員我們知道 你們知道吧 是 那他俊升完之後 你希望他可以停多少噸的船 現在可以停多少噸的船 未來希望可以停多少噸的船 有沒有詳細的事 這個也花我們不少錢 這個計畫是109年到112年 4年的總金費是16億多 是 雖然是海巡署的預算 但是 如果官部 這涉及到你的 未來的 國防佈局 軍事佈局 是 你們總要知道 太平島未來可以停多大的船吧 可以靠多大的船吧 那我們是不是找海巡署 利用相關實驗再跟委員再做 我跟你講 他目標是要100噸級的巡防艇可以常駐太平島 然後4000噸的巡防艦可以停靠普及 這是目標 這是目標 當初未來修正這個 這個其實都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大家都講了 是 那我就說你 國防部你不能不知道 然後我要問的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碼頭巡聲 請問國防部你們有沒有關心 還是你們根本也不關心 反正你們就去做吧 那我就很擔心 那到底我們在整個太平島跟南海的佈局 有沒有 如果這個是最基本的防禦攻勢啊 如果你們國防部也不關心 那就丟給海巡署 海巡署你們去做吧 未來喔 我們都很難去預料未來是不是 國軍會不會再回去太平島 我不知道 現在雖然是給海巡署 不代表未來國軍不會回去喔 過去上一屆我們一再的提案啊 那時候超委都提案啊 把陸戰隊回防太平島啊 國防部也說要評估啊 也不曉得評估到哪裡去了啊 對不對 2016年7月12號 太平島被宣告為交啊 在那時候整個南海情勢 我們一直認為 很多朝野都認為說 應該去評估陸戰隊回去嘛 所以不要認為這事情不甘你們 如果你們不知道上面的防禦公司 現在進行到什麼地步 整個南海現在的情勢 你們到底有哪些碼頭可以用啊 有嗎 報國委員跟主席報告 對於東沙跟太平島的所有的軍事設施 跟他的各項的整件廣播都有掌握 都有掌握 真的是好敷衍的回答 其實我都是一直在告訴你答案 我看你們是都沒有掌握啦 我一直在告訴你答案 不然我看你也答不出來 我真的是不想為難你們 因為今天部長沒有來 可是我真的要告訴你們 你們不要以為啊 天下太平啊 真的不是這樣子的 你看看他釋放出來這個兵退的訊息 那個都有較勁的味道在裡面 也告訴你問題的癥結在哪裡 那你們是在壓力的最前線啊 真的 國安部真的是壓力的最前線 高層是在做決策 可是壓力在你們 包括東沙島這一部分 東沙島八月 中共八月這個演習 到底你們的判斷是真還假 他的這個登島的演習 會不會擦槍走火 你們怎麼預防 報告 我在之前我們在這個擊斃會議的時候 包括現在我都一路都在說 這個這麼多年來 中共對台灣的文攻武嚇從來沒有斷過 所以剛才這個 王定義委員呢也拿出來 我們去年在這個國安報告書裡面 也把這個 中共可能奪戰東沙 列為我們可能的行動之一 所以 我們在各項的這個整備當中 是從來不列行 好 沒有漏施過 東沙島啊 現在最 最有嚇阻力的武器是什麼 報告員不方便在這邊報告 不方便在這邊說 我們現在都是海巡在手吧 對不對 那他是陸戰隊帶去嘛 其實都跟南沙一樣 是 他的這個 那他在什麼樣必要的狀況底下 國軍 會上去取代 或者 國軍會前往支援 還是都不會 可以說 怎麼這樣子 你有跟我們說要 政策指導 好 我們未來會配合政府的政策指導 來再跟委員做進步的報告 好 我不為難明年 可是我要跟你講 南沙 東沙 未來幾個月 這真的都是很嚴峻的事情 你們真的不要小看 也不要認為說天下太平 我們希望天下太平 可是天下太平是你要有準備啦 因為其他國家不是這麼想 因為其他國家不是這麼想 其他國家真的不是這麼想 好 謝謝 感謝主席 請陳以信委員 趙偉好 我是不是請這個徐副總長 然後請這個作戰次長 葉忠將 徐副總長 執行官 還有通信次長 曹忠將 曹忠將 請 陳委員好 副總長好 這個 現在 請教一下 這兩天 總統府的資訊安全 有大紙漏 那 國防部這邊有資通電軍 你們研判 這是不是大陸駭客所做的 我請我們的通知次長跟您報告 委員好 我是通知次長 是曹靖民 是 因為這個事件 我們國防部並沒有參與調查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具體的 針對性的具體來回答這個 這次事件的內容 你們沒有參與調查 這是一回事 司法調查是一回事 但是 諮詢安全 國家安全是你們自戀通軍的責任之所在 是的 所以今天就算不是司法調查 也不代表說你們不要去偵測 不要去防範這些事情 是 所以我現在就是說你們有最強的能量 有最多的配備 這件事情你們的研判 是不是大陸駭客所為 包委員其實您講的是非常合理 因為我們平常的這個整個網路安全的維護 在這部分的警覺性是很高 所以所有敵對勢力對我們的網路攻擊 是一直都不遺餘力 所以也不能排除 這次是不是中國大陸的網軍 所以你們尚未排除是大陸駭客所為對不對 沒有辦法排除 好 國防部有沒有防範相關可能軍機外洩的一種調整措施 原因是因為這個是總統府的高層 總統府是所有軍機圍繞的地方 一旦現在我們所看到只是人事的訊息 萬一跟軍事有關的機密 有所外洩的話 國防部有沒有防範的這種調整的措施 包委員有的 我們在這個網路環境的系統架構上 就有低層的防護 包括我們的這個軍民網的實體隔離 跟專用這幾個主要的政策 那我們在個人的支通安全意識上來講 我們持續在資安教育上來加強 比如說我們在嚴禁大家的公務加辦 禁止個人電腦跟未經核准的支通器材進入營區 那另外呢 就是像所有的這個移動式的儲存媒體 我們都有主動式的偵測系統 只要未經核准的裝備 適宜去擅自連接 立刻就會告警 黃市長謝謝 我知道你所講的是一個通案上面的一個準備 我現在要提醒的是一種scenario的一種防範 也就是說假設目前的一些軍事安排 已經因為總統幕僚的電腦被害 有可能這些訊息要出去了 那麼你們是不是預先的去防範 譬如說一些密碼的調整 或者一些部署上面的一個另外的一個微調 讓這樣的事情就算出去也不至於對我們的國家安全造成傷害 這個部分我要提醒你們要做到的 是的謝謝委員 好那接著副總長 台積電現在要到美國去 我想請你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它跟這個軍事高端的技術上其實是有關聯性的 美國現在一些高端的武器跟這些高的耐米晶片的一個生產是有關係的 那麼現在新的5耐米台積電廠到美國去 對台灣有沒有一些負面的衝擊 對台灣軍事需要上面有沒有衝擊 報員我對這方面並不專業 並不專業 我沒有辦法再此地給委員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答覆 好那我這邊就不為難你 是謝謝委員 我們下一個到東沙的那一章 來 我這邊要請問 日本共同社放這個訊息 作戰次長你在旁邊 我們有沒有掌握解放軍這一次 在8月可能要進行有關於這樣的一個奪島演習的確切地點 有沒有 我要報告報員這個也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是日本共同社所發佈的 不管是預測也好報道也好 但我特別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這個中共對於台灣的各項的軍事威脅 不管在台海或在南海 他從來也沒有間斷過 所以我說今天國防部在這一部分 我們是聯合勤健身 我們持續對中共各項動態 我們都會提出 我的問題很簡單 你有沒有掌握他們準備要演習的地點 是報告報員目前沒有 好 基本上他是在海南島以南 老實說是在西沙群島那個地方 那我現在要問你的就是說 今天老實說 東沙跟西沙有很遠的距離 地理環境 海洋的環境 攻守的條件都不一樣 所以他今天在西沙這個地方 來進行 攻取東沙的一個模擬準備 老實說這個東西背後 意義我要請國防部回去 來進行研修喔 所以這個地方老實說 今天因為是部長不在這邊 有一些戰略層次的上面 我本來是要跟他請教的 事實上今天這個 在西沙模擬 攻取東沙的本身 如何去解讀 政治意義跟軍事意義何在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很關鍵的 我問你其他比較簡單的齁 現在東沙傳出這樣那個訊息 有沒有可能 他們模擬的是要攻南沙 而不是東沙 所以你認為他也有可能模擬 攻南沙而不是東沙 任何狀況 任何狀況 任何狀況我們都拿入 好我這邊要請問喔 東沙跟南沙我們現在都是海巡署 雖然是受陸戰隊的訓練喔 但是這相關的防務喔 國防部有沒有協助提升 報委員我們始終全力協助海巡 從來沒有中斷 我現在要問的就是說 你們可不可以彈性駐軍 改成全部駐軍這個是沒有辦法做 或者說這長期 但是現在這個地方已經有風險出來 有沒有可能彈性駐軍 報委員這要按照政府的政策來辦 所以有可能 我再三報告就按照政府的政策 一是彈性駐軍 第二海軍的艦艇可不可以隨時戒備 太平島現在那個碼頭有沒有問題 碼頭現在狀況良好嗎 太平島的碼頭 那個海巡署正在整修當中 剛才陳委員也特別提到 這個東西非常 我跟這個東西喔 好 最後我就問 國防部這邊有沒有長官 會不會親自登島視察 是 登島視察加強防務 我們這個整個加強防務的方式有非常的多 不方便在此地跟委員做細薄的報告 如果進一步我到委員辦公室來跟你說 你們如果不去的話 我們外委會國防委員會 搞不好我們就要去囉 你們如果今天不主動的增加防務的話 我們就親自到現場去看你們有沒有加強防務喔 我想現在這個事情是國人都重視的焦點 這是我們的主權的所在 各位都是我們位數南疆第一線的戰士 希望你們這個時候能夠加強心理上面做各種準備 好不好 好 謝謝 是 感謝委員 因為何委員令有要事 我們先等何委員 質詢完畢再做休息 請何志偉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有請我們這個副總長 謝謝 副總長執行官 請 來 何委員好 謝謝 這是有關於我們漢光36號的演習 那我們在推估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講先時兵後兵推 分別會在7月跟9月 那想先請教一下我們目前的規劃是怎麼樣 報告委員我請我們的作戰次長跟你報 好 報告委員我是作戰計畫參謀次長葉國輝 報告委員您講的是對的 我們現在目前規劃是這樣的 但是完整的規劃 我們預計在軍事記者 國外部軍事記者會的時候 會跟全國統一來報告 那大概什麼時候會對外界來做出 目前大概推估應該是6月上旬 6月上旬是不是 軍事記者會 那這一次因為我們都有疫情的關係 所以有沒有什麼比較跟過往不一樣 除了說我們等一下會討論到的聯兵營之外 這是第一次出來做一個檢驗 也是一個新的編制 那針對我們這一次有疫情的狀態 那會有哪一些改變 報告委員 長輩部隊的話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但是所有的演習的狀況 我們有專人已經到CDC去跟他們做請教 那CDC這個除了給我們指導之外 它還會派員到現地來給我們做指導 這個都已經完成規劃 好有指導有規劃那改變是什麼 對我再問的是有什麼改變 報告委員譬如說長輩部隊 長輩部隊的話 它的訓練都一直是很正常的 包含第一季我們的戰備任務訓練 所以說我是剛剛跟委員報告改變不大 現在有改變的大概就是後輩動員 那後輩動員因為它是從各方面來 所以說我們針對這個後輩動員這個部分 我們會加強 後輩動員 好我們看到其實美國在針對面對疫情 其實它相對是靈活的 那我們這一次有沒有討論到未來 萬一有像是這種大流行病 像肺炎等等的 我們有哪一些兵力補充 兵力投射的這些轉換改變等等的 這個有討論到嗎 在我們的漢光裡面 報告委員這個有討論到 可不可以請做一下說明 報告委員因為相關的內容不方便 所以說是不是容我們下去之後才這樣委員單獨報告 我不覺得這會有什麼不方便 總是要讓國人對我們有信心吧 報委員因為它涉及到整個的兵力的調動 還有我們那個戰演訓的內容 所以說建議是不是私底下向委員報告 那我們的調度確定會到位嗎對不對 好 那很冒昧再請教一下 我們之前也有討論到說 我們會在軍裡面做一些快篩等等的 那是否也有在這一次漢光演習裡面 會討論到這一塊 因為我們不需要敵人 我們內部又可能把自己封鎖在國內了 或者說在我們的這個兵隊上面 那這些怎麼樣面對呢 報告委員我再次一部分 我請我們軍藝局局長來這邊做個說明 是委員好我是軍藝局局長 那目前我們會對昭遠他的報道訓練還有膳食跟住宿生活等等 我們都會遵照中央防疫的規定規範 而且依照疫情指揮中心的指導來做執行 對這個是標準回答但是沒有回答到我們的問題 對是我大概了解一下作為是什麼 是報委員我們就是說各方面我們都會討論然後做思考 那我們會務必把這個防疫的工作做到最好的狀況 好OK好我接受你的這個好沒關係 還是再做一個提醒啦 因為我們對疫情雖然似乎是樂觀 但是總是擔心害怕要預前去超前部署 所以請務必做好準備 不要到時候在漢光演習的時候 有任何讓外界或者是對國境的信心 我們都希望要穩定住好不好 這是一個提醒 那接下來我們今天很多人討論到台海跟南海周邊相當的不尋常 包含這個中國從5月14號臨時開始 一路到7月31號在渤海灣進行高達兩個月的實彈演習 那先請教一下也許情報參謀次長 這個陳中將這邊可以稍微做一下補充好不好 全世界的海軍基本上都有染疫的紀錄跟狀況 是吧 基本上都是這樣子 那中國的海軍相對的龐大 相對的龐大 特別在亞太地區是龐大的 先請教一件事情 他們有沒有任何染疫的徵兆 跟五言報告 我們這邊所掌握的 他確實在三軍部隊也有染疫的情況 那當然他們內部也可能採取了一些管控作為 那相關的數據呢 我們有掌握 但是我們還是保持高度的一個懷疑 高度的懷疑 情況不會像所說的那樣的一個樂觀 那現在外界 這不用 這是我們媒體有報載也好 外界有報導的公開的訊息 他們大概有多少的部隊或艦隊或者是這個影響的 可不可以你的單位自己選擇好不好 大概影響多少多少人染疫 或者是多少個部制支隊這樣子 各位委員報告 這裡面有涉及到部隊的一些戰力 部隊的一些調動 那可能這邊的情況可能不方便公開 OK 所以你們的合理懷疑應該是有對不對 我們答案就是有嘛 他們有染疫 但是多少以及影響到多少兵力等等 你們不太方便做說明 是的 是想請教一下 那此時此刻 他們部隊內部 我們在講海軍的部分 還有這樣子的狀況嗎 還是他們已經控管下來了 這個總是要了解一下 知己知彼嗎 跟委員報告 那我們透過相關工程之類的一些比對 那整個情況 目前看起來似乎是有控制的一個跡象 控制中還是以控制完畢 應該是逐步在控制中 還是在逐步控制當中 那這樣子的狀況是否會影響到他們未來的一些軍事部署呢 有影響對不對 跟委員報告這個部分可能 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得非常的清楚 就我們所掌握的 有關於解放軍目前的相關的這些演訓的動態 仍然是有在進行 相關的情況 還是處於一個比較小規模的狀態 以上我們都有掌握 是的 好 那因為520快要到了 然後中國兩會也快要到了 那其實整個我們台灣這附近其實相對敏感 那我們現在台海情勢你會怎麼去形容它呢 可以講的就說 是的 謝謝委員的指導 那也就是說 就目前簡單來說 整個南海包含台海周邊的趨勢 所呈現的還是一個比較 雖然緊張 但是相對還是在一個可控安全的一個範圍 可控安全 我們要如何跟國民 國人做說明它是可控安全的 你會怎麼說 或你們會講 就國防部的立場 我們當然會密切的來掌握相關周邊 這些海空情質的動態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再次強調 國防安全以及國家安全 是我們最主要存在的核心價值 也就是說相關的這些基建活動 國防部一定本持著守土的責任 有這個責任 第一時間把最真實的情況 能夠來告訴我們的民眾 來請他們放心 我們另外的話就是持續加強戰備 以上報告 好 那我們再講到討論到南海的部分 他們的軍事目標也有可能是越南 那在這邊我們國防部有沒有怎麼樣的評估跟因應措施 何委員報告 那有關於其他第二國第三國這些軍事的動態 本部沒有評論 這個可能也會影響到我們的部署等等的好不好 請持續密切注意 謝謝主席 謝謝 感謝何委員 謝謝 休息五分鐘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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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während我開始推薦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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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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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 東搜島的房屋作為咧 這是我對你的第一個死疑 第二個就是說 在你們的收復作為 就是衛江計畫裡面 我看到的是你們2014年 有做過一次衛江計畫 大型的聯合操演 我要問的就是說 從那個時間開始以後 你們還有沒有做過大型的聯合操演 或者是說 根據這樣的一個區域的 潛在衝突局勢升高之後 你們新的操演因應的作為 你們有沒有重新做新的想定 這是我要問你們的問題 有沒有 還是用過去舊的那一套 新的想定都重新規劃了 所以在去年有做過新的想定嗎 不是去年 我們就講說我們最近期因應這個 好那你是不是要給我個資料 我要看到你2014年 跟你最近你有改變了哪些想定 好最後我要問的原因就是說 在我們的 我看到你們的衛江計畫裡面 或者其他的很多的 躲島作戰裡面都會用到直升機啊 好 那我這邊提一個建議的一個方案 就是說對於我們目前 除了海軍的直升機之外 你們空軍跟陸軍的直升機 有沒有可能納入衛江作戰計畫裡面 那這部分請你們事後給我一個資料 好不好 這是第一個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對於我們要推動衛江計畫的過程當中 我們一定要海空聯合操演嘛 那我們的空軍就你給我的資料來看 這裡有寫你們主要的 C13洞或者是F16的戰鬥機來看起來的話 飛到東沙是在你們的有效航程範圍內 那在太平島的部分 目前是超出我方空軍的範圍內 那你們如何針對這個現狀 能夠達到有效的資源 因為一旦沒有空軍的活力資源的話 你直接就派海軍過去做所謂的衛江計畫 事實上他是有他的風險的 或者你直接派西腰山洞 你們之前你們的報告裡面有寫到說 你們甚至有說要派西腰山洞做所謂空特部的 作戰能源的這樣的一個跳傘的這樣演唸 可是如果他的運輸機沒有空軍戰鬥機做資源的話 他仍有他的危險性存在 我講的這幾個問題 是過去在你們衛江計畫裡面 自己也認為需要被檢討改進的 那我為什麼要問的就是你們最新的檢討報告在哪裡 那你們事後把資料給我一份 這有沒有問題 這個是為了我們台灣 東沙或太平島的國家安全的演唸來講 平常要增加他的防務 另外就是我們的衛江計畫 能夠達到有效的整個執行 而不是當我們的統帥做決斷下達命令決心的時候 你告訴他說 不好意思我們缺什麼裝備缺什麼裝備 所以執行上這個成功率非常非常的低 我覺得不應該是如此的 好謝謝 市委感謝稍微 請葉宜蘭委員 主席好 我要請副總長參謀官 副總長 執行官 其實我們都知道今天當然是來做這個東沙的這個專題報告 不過我們也很關心在整個南海的形勢上 那為了守護南海的主權 其實從蔣經國總統之後 歷任的中華民國總統都會親往南海 來宣示國家主權 李登輝總統79年登上東沙 陳水扁總統去了三次到東沙島 那麼馬前總統也在105年的時候到太平島跟東沙島來宣示主權 但是南海仲裁106年到現在 蔡總統四年任期內沒有踏上太平島來宣示主權 所以國民黨本黨的委員都要呼籲蔡總統 務必在他的任期內要親往南海 親登太平島或東沙島來宣示主權 本習去過 在2008年的時候我去過東沙島 那本習在警察大選裡面教犯罪學 犯罪學裡面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叫破瘡理論 這個破瘡理論最後當然是在紐約大放異彩 所以只要有一剩瘡子不破了 破了不補 然後就可能會讓其他人認為這個地方是無阻的 就開始來搶地盤了 其實這個理論也常常被應用在不同的 我們看到在南海諸島 如果我們不去強力的宣示主權的話 在70年代我們就看到了 越南 菲律賓等國都進駐了 那麼現在在2016年 連沖之鳥鳥的地位 國際地位都比我們東沙島 居然還會在國際仲裁上面說 東沙不是島 我們江啟程委員曾經提過 那當時國安局的邱局長建議說 國防部應該要檢討太平島的兵力武裝 請問國防部有沒有決心要保衛南海國土 你們的裝備是不是真的能夠做到貴江計畫 請回答 報委員基於首途有責 這個國安部絕對有信心和決心來捍衛 我們自己國土的這個主權的一個完整 這點是不容置疑的 委員報告 那我們現在的武器裝備足夠了嗎 報委員這個有關這個有關 南沙太平島跟東沙島的整個一個防務啊 這個國安部都是全力支援海巡 來做好各項的一個整備的工作 從來也沒有鬆懈過 所以你們只是彈性的支援了 不是是權力的支援 權力的支援非常好 那如果我們自己沒有硬起來的話 越南絕對是親門踏戶的 那這也是我們跟他們才有一個這個談判的籌碼 就是台灣在那個地方 我們要開採石油啦天然氣等等的 可是我們看到最近我們台美關係這麼好 美國大概空前的挺台灣 請問我們國防部有沒有爭取去參加 東協跟美國的聯合軍演 或者是在環太平洋的軍演呢 我們去爭取的我們從來也沒有間斷過 所以如果能夠參加的話 其實是對於我們中華民國 參與國際社會跟維護南海的主權 會有很大的幫助的 那本席在最後我還是要呼籲一下 我們歷任的中華民國總統 都曾經到南海去宣示國家主權 那麼也希望國防部 以及國安會 國安局等能夠說服 我們中華民國的蔡英文總統 到那邊來宣示國家主權 謝謝 感謝委員指導 請楊瓊英委員 這期本席想邀請徐上將 請副總長執行官 楊委員好 楊瓊英好 一功難守 聽到這四個字讓我們會緊張 所以我們的部署南海國土是我們的疆土 是嗎 是的 我們要怎麼樣去保衛 報委員對於這個整個一個南沙的太平島還有東沙的各項的這個可能衍生的一個軍事的一些這個行動啊 這個國安部長久以來一周全力的支持海巡來完成的整個一個包含我們海巡官兵的訓練 所以是權力為疆土 對嗎 是 從來沒有改變 請問蔡總統什麼時候要登 報委員這個跟您報告有關總統啊 到太平島去宣示主權這一部分非國安部的權責 那我們可以配合政策辦理 配合政策辦理那你希望不希望 配合政策辦理 配合政策辦理那就是你希望咯 還是配合政策辦理 還是政策辦理所以還是希望 那為什麼要講三次的希望呢 因為大家都喜歡這個地方 越南 親能打好你來 你認為美國挺不挺我們 請教 報委員 您這個在美國這個近期近年來所發展的 有關不管是亞洲再平衡的 或者印太戰略部分啊 我想美國也在多次在國際的場合 對台灣都有非常友善的言論 友善言論就是挺嘛 對不對 還有很多這個國會所通過的很多的法案 對 是 所以台灣 還有包含對我們的軍售 必須要跟全世界來接軌嘛 齁 所以剛剛您也特別提到 我們不管是環太平洋的一個軍事演練 東協 因為現在整個經濟也非常的重要 齁 TIFA等等 加上美國聯合的這個軍演 那 您看來說你們有爭取嗎 是嗎 呃 我們該我們爭取的持續都會透過 剛剛本席所說的這三項有沒有提出爭取 參與 是 有嗎 這部分 這三項有沒有 來那個請我們站 有沒有提出 謝謝 請說明 呃 我是在文師師長 那個環太平洋 我們每一年都會向美方啊 這個爭取 得到的答案 他今年喔 他今年他那個縮小範 縮小了那個演習的這個規模啊 那超遠的國家喔 目前還在 他們還在邀請 但是我們目前還沒有收到邀請 還沒有嘛 是 不管縮不縮小 我們總是沒有得到答案嘛 是嗎 嗯 所以我們必須要再加油 當然 不是我方可以去決定 但是我們一定要繼續 繼續積極的去爭取 是 對不對 了解 所以到目前 大家都說美國很挺我們 可是每一次都沒有答案 所以我們要有沒有怎麼改變 我們爭取的技巧 呃 有啊 那如果說多國 演習 我們沒有辦法參與的話 我們可以爭取說 可不可以跟美方 兩方啊 我們聯合來做一樣的科目 對嘛 是 想盡一些變法 參與 是 國際間的演練 這才是國民所要的 是 對不對 繼續加油 所以剛剛上將您談到了 美國對我們很好 我們也對他們很好 所以包括 我們在最近啊 呃 我們要感謝 我們有很多的軍備 也花了不少的錢 包括了 2026年要交機的F-16V型的戰機 奇異公司所這個 有F-110的發動機相關的配備跟資源 大概八十億 大概八十億 但是 國外的期刊給我們的答案是什麼 五大上將你看到了沒有 我嚇一跳 我們花了這麼多錢 總統也特別上了time的雜誌也說明 我們為了要主角 所以我們會願意要去花 我們的軍事戰備的這個費用 但是我們看到很奇怪的首次在台灣 我們竟然會下滑踢出25名之外 今年是首次 為什麼 花了這麼多錢 我們的軍事戰備竟然被評比 是創下的歷史新低的 踢出到25名之外 包委員 我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這是一個國外的一個這個支庫所提出的評論 但是國軍啊 在建軍備戰上面所做的努力 從來沒改變過 對 那為什麼人家評比我們這樣子 包委員 這裡面當然可能他這個整個評比的數字 包含我們的兵力總數 因為原來的我們的編制員 跟我們的縣緣序去做個比較 但是跟委員報告 我們這些年來 對於這個裝備的持續的更新 武器的持續的列裝 還有我們這個聯盟的這個編程的這一部分 包含軍售 我們一直加油嘛 我們都在加油 軍售我們也一直花 覺得是必要的 但是 國際的期刊給我們是如此 不管他的內容到底是正確錯誤 最好是錯誤 我們提出說明了嗎 我們有提出反駁嗎 我們對我們的戰力是有信心的 我們有信心人家評比 是首次提出25名之外 這很嚴重的事情 我們提出說明 反駁嗎 是 包含軍售 有嗎 我特別跟您報告 請問有還是沒有 這個整平市我們有 請說 請問有還是沒有 這個在國際上的期刊這樣子 幫我們公佈 請問 我們有提出說明嗎 反駁嗎 包委員我是整平司司長 是 這個全球火力他做的這個排名呢 其實就跟去年相比的話 台灣其實軍力是持平的 雖然名次有下滑 但是我們的軍力跟去年 你這樣講民眾怎麼聽得下去 首次疊出25名之外 我們不謹慎嗎 到底他講的是真的假的 是跟委員報告 因為他的這個評比的方式 主要是以數量來做評比 就是包括 不管以什麼方式 只有我方認為我很好 我不錯 我持續 可是人家的評比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提出怎麼樣的應對 本席要聽的是這個 跟委員報告 我們其實就是 在量式殖金的這個 兵力結構上面 他的這個評比 是比較沒有辦法反映 我們實際上 這個軍事的持續的成長 對嘛 所以 我們知道民調 只要看題目 就知道答案 一樣的邏輯 是 當我們的顏面 已經被污蔑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提出啊 我們竟然還默默的去承受 可以嗎 本席不同意 時報為我們有必要的話 我們來做新聞稿 當然必要啊 這個那麼久了 什麼我們都沒神經啊 是我們回去來做 趕快做 是了解 一定要給社會大眾去說明清楚 要讓我國人安心 國際對我們不要亂 亂幫我們批評 這才對嘛 感謝委員的指導 我們對我們自己國軍的在力 我們要有信心 我們有信心啊 可是 你是上將啊 是 一般的民眾怎麼首次被提出15名之外 還花了那麼多錢 他會緊張啊 為什麼不提出說明 你們這麼辛苦 為什麼要被污衊 我們的建軍整軍 被軍最重要的 讓國民民眾能夠安心嘛 對不對 而且在國際線上面 不能隨便被污衊啊 已經數字這麼清楚 還沒有任何一個新聞稿 這是嚴重的錯誤 所以剛剛這個 這一位啊 整平是市長 市長已經說了 趕快提出 好 謝謝 好嗎 是 感謝委員指導 謝謝 謝謝 請吳思華委員 有請副總長執行官 請副總長執行官 吳委員好 副總長執行官辛苦了 我應該的 我想這段時間 國人都關注在南海的問題 剛才也很多委員都質疑了 也在質詢中 聽到你們能回答的部分 我們要簡單的講 南海問題 不只是兩岸之間的問題 它是一個國際海域的問題 牽涉到的國家非常多 牽涉到國際戰略的問題 所以我想四月份 已經有這麼多起在 南海周邊 不管是中國大陸的船艦 美軍的這些行動 包含南海周邊的海域主權 這麼多年來 我們從十一段線 九段線 到各深所國 國際上都已經有很明確 或者態度很正上的一個內容 我們要看看我們從1946年到1956年 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南海主權的公文 這些歷史檔案 國防部應該很清楚 毫無疑義 這些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 我再看看這一張時空距離 我相信你們在座國防部的官員 應該很清楚 這我要問到三個問題 媒體報導 國防部也公開說明過 針對東沙南沙有未將計劃 也就是所謂的應援計劃 我想從專業角度提醒國防部 你們有沒有詳實計算過 利空時 你從台灣本島將兵力投射到 東沙也好 太平島也好 空軍要飛多少時間 海軍艦艇要航行多少時間 能投射一次的兵力多大 這些媒體這幾天都披露過 不是機密 但是我不需要你在這裡回答我 請評估國人自然算得出來 那麼時空力的計算之下 你這個未將計劃的可行性 應援跟規附是兩回事 多少時間可以到達 如果你能回答 願意回答就很快地回答 可以嗎 報告委員 這邊有關規附的時間 這邊不方便在此地報告 好 那麼今年的漢光演習 有沒有納入 報告委我們這部分會納入評估 因為只有在2014年正式做過一次 剛才也有委員提醒過 後面都沒有做全兵力的未將計劃操演 那麼我再問一個 假設性的問題 能回答就回答 不能回答 請有時間到本席辦公室來說明 如果東南沙有這種戰況發生 美軍會不會來應援我們 如果要來 請問做事事評估過沒有 從這個情況發生到 他確定要來經過國務院同意 多少時間可以到達 有沒有評估過 請說 報委員 我是座記事次長 這個您剛才講這個 因為這邊不好跟您說明 那但是呢 任何各種的可能 我們都曾經有做過計劃 是 好我希望你的評估過是有確實的時空力計算 美軍例行在太平洋地區行航的航母戰鬥群所在的位置 當情況發生 美國跟我們不一樣 他所有的兵力派檢必須經過國務院的同意 那這些評估時空力來不來得及 請你們要去評估 否則只是一些官樣文章是對國家不負責任的 我們要給陳峰正確的戰略素養 告訴他實際的情況 而不是說我們都有應援計劃 要解釋清楚 應援跟規附是不一樣的 這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藉著這個機會提醒你們 那麼再下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漢光演習 漢光演習 我們聯兵營的演習 上兩次質詢 嚴不斷回答我了 說美軍原有規劃的評估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暫緩來 可是漢光演習 七月份 你要美軍要來做 這是一個既定計畫 大家都知道 我要請問有關防疫的問題 還不是 是不是如期舉行 如果來 他們要不要隔離十四天 隔離的這些防疫的措施 有沒有做完備的準備 美軍是不是同意 來了要隔離 因為現在美國還是一個很嚴重的疫區 請問國防部這方面 有沒有一個完整的評估 四色軍事交流不方便報告 法委員 這個四色軍事交流不方便 在這邊跟您講 我們四色以下再跟您報告 好 我希望要有完整的評估 因為這是一個很嚴重的議題 影響的不是演習 是國家疫情 不要再像磐石劍一樣 在發生因為事前超前部署 思慮不周 而產生這些疑慮 造成國家的傷害 最後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有關戰死的問題 現在這幾天 也有委員在提 也有人在說 為什麼我們中海艦 不可以讓他留下來 海軍很多老前輩 打電話到我辦公室 說的話很傷感 中海艦如果留下來 找一個地方 讓他作為一個戰死的記錄 有什麼不可以 德洋艦可以 為什麼中海艦不可以 花的經費並不多 我不談你國防部 我們政府前瞻計畫 花多少錢 防疫花了多少兆 戰死跟國家的國史 是連動的 軍隊的戰死造成國家 能生存到今天 如果我們對過往的這些 有戰爭記錄的這些戰具 武器裝備 給他一個適當的空間 像德洋艦在台南 很多年輕孩子去參觀 他就對軍人有更多的認識 對戰爭的恐怖 有更多的了解 這就是最好的國防教育 我請執行官回去跟部長報告一下 花的預算並不多 何不可以考慮這件事 好嗎 幫委員的這個 這個所有所提的指導 回去會拒絕跟部長報告 好吧 希望能夠有一個答案 給我回复一下 是的 好 謝謝執行官 是 請洪孟凱 洪孟凱 洪孟凱委員不在 請魯明哲 魯明哲 魯明哲委員不在 請陳明文委員 鄭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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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天才委員不在 請陳明文委員 好主席 我們請 主席官 陳明文委員 陳明文委員 好主席官 這個 呃 萬年再過兩天 就是蔡英文總統 就要連任救治 那我們當然這個 這個看到報紙 我們有解放軍 對台灣的這種威脅 可以說入意增長 那我今天要問一下 這個 呃 魯總長 的執行官 就是說 那你看起來台灣 這個台海周邊的這個 安全情勢 現在算是一個穩定狀態呢 還是緊張狀態 呃 報紙委員 特別跟您報告 對於台海還有這一次 日本共同社 提出來有關這個 中共可能在八月份有關軍事行動 那屬於外媒的意識 或者是一個報告 但是有關國軍啊 對於不然台海周邊或南海的相關的這個情勢 我們都是透過聯合情勸針來做密切的一個掌握 是 那就剛才我們聯二剛才也跟這個好幾位委員都提過了 目前基本上是相對是穩定的 並沒有特別的意狀 穩定 好 因為我是立法委員 我不是軍事專家 我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在關心台海的一個情勢的一個狀態 狀態 所以我今天要問的是一個比較簡單易懂的名詞 所以現在目前台海算是一個穩定狀態 你這個剛剛答案是這樣子 是的 好 那這個最近好像九萬金他們中共他們有所謂的博海經驗 博海經驗 那當然博海經驗離台灣算是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 那你認為現在這個中共的這個所謂的博海經驗 目前你認為它是一個常態化的一個信念經驗呢 還是特別有什麼這個意涵沒有 是的委員 我是國務部情報次長 那針對您剛所提示的這個演習的區域在博海灣 那大概的位置就在唐山港的附近 那有同他的規模和他的時間 那我們所掌握的它屬於一個例行性的計畫性的一個演訓 大概你的意思是跟台灣沒有所謂直接上或者說必然性的一個關聯 目前看起來沒有直接的關聯 它是屬於一個迎擊部隊以下的一個訓練 好 那看起來就是所謂中共的這個博海經驗演習 好像對台灣沒有什麼威脅 不過最近日本共同社特別提到的八頁 中共有所謂的南海的一個進行躲倒 還有這個登島的這種演習 那你認為目前情勢是怎麼樣 能不能簡單告訴我 我跟委員報告 那當然有關於媒體的所做的這些 可能是一個學術性的或者是一個報導的一個研判 那我們已經注意到了 那已經把它列為一個我們持續要觀察的一個重點 那就目前來看 整個關於解放軍的這些運動 部隊的調動運作情況都是在我們掌握當中 看起來好像這個解放軍要躲起東沙這個 東沙島這個行動 好像在國際媒體都不斷的在報導 我想應該 應該不只是中共 美國基本上也都有掌握這個情誅 我想我們台灣本身也有吧 應該有吧 跟委員跟委員報告 這個有沒有 之前跟委員我們對於所有的情資我們都掌握 那也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今天對於中共對我們的軍事的威脅這麼多年來從來也沒少過 我們也不會因為這一個報導 我們當然不會因為一個報導 但是我今天要講說 今天您是站在一個國軍的一個主委官的立場上 我要問你的就是說 東沙琴島基本上是沒有所謂的這個防疫能力的 如果它真的要攻的話 我們有防疫能力 但是我現在要問你就是說 以現階段啊 現階段當然是沒有 那現在就海行署在進駐嘛 駐房嘛 那如果說真的要有行動的話 我們國軍會採取什麼樣的一個防疫 啊 你能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有關這個南沙太平島跟東沙的說 第一個它所有的官兵啊 都是由我們陸戰隊訓練的 嗯 他說使用的武器裝備也是跟我們陸戰隊目前是等同的一個裝備 嗯 那對於它各項這個操演 我們也歷年來啊 每年都會定期啊 去包含有火炮的射擊 對 我們國軍呢也會對它做定時的一個伏法 好 那有關加強它各項的戰備 因應敵人的各人各種可能的這個軍事行動啊 我們都有預署的一些作為 好 所以這一點請委員放心 好 我們當然了解我們這個 國軍面對中共的威脅或者是挑戰哦 我們當然是秉持這個不速度啦 當然我們也不挑釁的這種立場哦 但我們會會會來支持我們的國軍啦哦 但是今天我們也了解到整個這個這個這個520的前夕 我想中共對台灣的一個不斷的這個威脅 那我想我們國軍真的要加油 是哦 我想我們無論任何一個狀況我們都要啊 啊這個氣力必害我們絕對不能這個減輕器啦哦 有時候這個啊美中啊兩大國哦 的一個這個這個這個衝突哦 我們當然不需要啊這個減熱哦 但是哦 台灣的一個安全哦 國家的安全啊 那事實上是靠國軍哦 帶來捍衛 那尤其是東沙青桃的這件事情哦 事實上在國際媒體在我們台灣的媒體 或者是在台灣人民的一個民心哦 的一個立場上啊 事實上大家都很重視 而且都很擔心 所以我要在這裡啊 像我們的國軍哦 我們一定要加油 我們一定要好好啊 散盡哦 保衛國土哦 的一個責任好不好 是好 感謝委員的指導和支持 好 謝謝 請林俊憲 林俊憲 林俊憲委員不在 請李德維 李德維 李德維委員不在 請陳焦華委員 主席 我們請 呃 副總長執行官 請副總長執行官 還有資訊 資訊相關的 委員好 那個李德維 李德維 好 呃 你好 好我們看那個 520 快到了 後天嘛 那我們看到就是 中國這邊的軍事動態 好 也 有很多的動作 好 好 那我們知道就是 近日這個 駭客攻擊事件 好 連總統府的資訊系統都被攻破了 好 好 還包括中共 好 要施行 東沙群島的 演練 奪島演練 好 好 我們看下一張 那在這裡就是 中油的病毒 勒索 勒索病毒攻擊就是 呃 有屬於 這個 嚴重的第三等級 那請問 針對總統府 遭害的嚴重程度 呃 是 是 是列為第幾級啊 我們請有沒有通知次長跟你說明 呃 委員好 我是通知是次長 曹敬平 呃 有關總統府的這個 這次的晚安事件 因為我們沒有實際參與調查 所以具體的資訊內容 我們沒有辦法確實掌握 所以在這個 也 危害程度等級判斷上來講 有其他的 因為總統也說 齁 治安就是國安 是 治安就是國安 所以這個 這個 治安的這個 很重要 齁 要有專者 或 具專長的專人 無時無刻的把關 那 國防部的這個 這個 資通電軍指揮部 齁 如果 呃 沒有掌握到這樣子的一個 呃 狀況 那是不是 呃 會讓我們整個 國安 好 會受到影響 好 報委員這個部分呢 我分兩個部分來跟您做回答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資通電軍呢 那在他的專業上有非常高的程度 請您放心 但是因為在職責分配上來講 呃 自通電軍他負責的主要任務是 國防網路環境的安全維護 他不是在這個國安領域這部分的網路 他只有在次次要的任務依令協防的時候 才會提供提供必要的資源 所以在這部分呢 請這掌握 我們是擔心整個資訊系統就是會有漏洞 好 那會被入侵 所以這個部分是非常的嚴重 是 好 那我們再看 目前新型態的軍事攻擊 我們從那個俄羅斯 在克里米亞的議題 他們對這個烏克蘭這邊 就是佔了上風 就是在整個空間作戰的方面 在未開戰就佔上風 那我們有多個蒙幫也提醒就是說 在認知空間作戰 這個部分也將對台灣造成一些顯著的影響 那我們從最近這一連串的資訊攻擊 假訊息 那在這個部分呢 國防部要怎麼來做積極的因應呢 包委員您這個建議也是非常的專業 那我們在這個假訊息的防治部分 國防部有很完整的一個實施計畫 那整個計畫呢 我們收到遇到假訊息的情況 會由政戰局結合通刺室來共同來處理 如果它是一般的這個訊息文字的部分呢 政戰局會啟動保防安全的調查 若是跟網路作戰有關的會有通刺室 國防部有曾經遭過泰克攻擊嗎 國防部的這個資訊系統 到目前為止沒有 所以這邊的防範是非常密不透風 可以這樣講嗎 可以這樣講嗎 好那請繼續這個維持 謝謝委員 好那最後就是針對軍事工業合作 我們知道F16製造商美國落馬公司 已經在台灣要設立場級的維修中心 那在這個部分 是不是台灣我們要更推動這個落實國防自主 那如何將來有自主資源提升的一些綜合 我請我們軍備局防局長跟你報告 向委員報告我是軍備局局長 有關F16V鳳翔專案的公和 我們總共跟美方談了有17項的公和需求項目 那現在公和協議書已經簽了 簽了之後現在談判執行 這個應該算是在亞洲這個率先有跟這個美國落馬公司來稱 所以針對F16型機的維修中心 那經濟部跟本部也正在規劃當中 所以未來有這個落實國防自主這邊 希望國防部能夠把握這個機會 我們希望F16型機能夠在地維修 降低整個維修成本 提升我們裝備的妥善力跟空防戰 來更加強更多研究技術人員 是的 好謝謝 謝謝委員 感謝委員指導 請陳玉珍 陳玉珍 陳玉珍委員不在 請鍾嘉斌 鍾嘉斌 鍾嘉斌委員不在 請謝一鳳 謝一鳳 謝一鳳委員不在 請李桂敏 李桂敏 李桂敏委員不在 請鄭麗文 鄭麗文 鄭麗文委員不在 請鄭運鵬 鄭運鵬 鄭運鵬委員不在 請何欣醇 何欣醇 何欣醇委員不在 請莊敬成 莊敬成 委員不再請林思敏 林思敏 林思敏委員不再請孔文吉委員 只有四分鐘嗎 四下一 謝謝主席 可不可以請我們的副總長 洗眼不散將 空委員好 習長這樣你好 今天我要談的議題跟你有關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自己 就是說 你有沒有原住民身份 我媽媽是宜蘭南澳的泰雅族 宜蘭南澳鄉的泰雅族 是的 然後跟我太太是同鄉 是 那因為你有這個一半的原住民身份 你父親是 山東人 山東人吧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們原住民有身份的現在能夠晉升到上將這個階級 大概只有你一個 只有你一個 感謝委員 那我今天要談的是一個 是一個上衛 這個上衛是南投信義鄉布農族 叫麥俊偉 他目前是服役陸軍航空客棧指揮部 飛行訓練指揮部 已經服役18年了 再過兩年 還有兩年就可以退役了 那為什麼他要在18年的時候 幾乎是勒令他退役 他有申請研議 理由是說他只有飛行700個小時 沒有飛行到3000個小時 我們國軍可以這樣對待原住民的軍人嗎 報告委員我想這個個案 是不是我們回去 我今天就是因為我 我今天要針對命軍司令部講 是是是 你們對 言俊平的軍人是這樣看待的嗎 還有兩年 他也沒有犯什麼重大的 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失職 回去研究 他只是為了一個 已經在國部隊服役了18年 還有兩年 那現在有四個小孩 嗷嗷代普 我上禮拜五 開協調會 爸爸媽媽 全部都從南投心一箱上來 這個年輕人 我們是不是說 現在我們國軍有沒有在採演啊 有沒有在採演 是先拿原住民的軍人先開刀嗎 讓他們先退役嗎 有沒有在採演 因為這個就是本席 在國防委員會 為什麼每次 會為我們原住民軍人 爭取他們的權益 當時他們從軍報國 海軍陸戰隊的 參加 這個可以說都是那種從上 士官長 我還處理過士官長退役 還想再回憶的 很多 因為我們這年輕人啊 可能才四十歲 四十幾歲 回到部落能幹嗎 士官長退役 四十幾歲 你回到部落能幹嗎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國防部啊 你要面對的 對於這樣的一個軍人 那我們現在也不是在招募軍人嗎 為什麼要先把這些 這個原住民的軍人先這樣退役 因為你說你的理由是 國軍邊線比達百分之九十 邊線比 但是陸軍還有空間 好陸軍還有空間 你特別先來說明一下 幫委員好 陸軍司令部參謀長 跟委員報告 那現在這個 麥上位的這個部分 這個我們下去再下去做研究 那目前他的這個 申請這個條件 我們在評估的時候 現在目前有些部是不符合的 那我們下去 剛剛針對委員的部分 我們再 因為我等了一個多禮拜 五月十幾號 我在開協調會 你們陸軍司令部都沒來給我答覆 來我先弄陳經書 那一段 麥軍委陳經書 就唸給你們聽 本人家境並不優渥 有四個小孩 好好代譜 又有負債 真的非常需要 真的非常熱愛 極需要這份工作 這個 所以我今天 他說希望研議能夠核准 讓能夠保障他這份工作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今天 徐燦將 我看到你步步高升 我們顏住民都是已有榮焉 居然 我們有顏住民身份的 能夠晉升到上將這樣的一個位置 以前都沒有過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還有很多表現不錯的 像那個賽德克族的 三民級上校 有很多就是大概都沒有像你 這個像你這麼優秀啦 而且他們也是運氣可能也沒那麼好 而且他們也是運氣可能也沒那麼好 我覺得我們現在是官階很高的有 我先報告有關剛才您提的這個個案啊 我回去以後我會 我會想說 我們還是要把這一個表率 做好的一個板樣 请张玉美张玉美张玉美委员不在请邱志伟 邱志伟委员不在请罗志正委员 谢主席 请副总部长 副总长 还有我们情报参谋 副总部长是陈市长 市长 罗委员好 警官早 再称一下早上快结束了 不会不会谢谢委员 辛苦了 那个今天大家都谈到东沙南沙的情势 但是我今天要请问的是一个比较大的 广播在针对相关的掌握的对岸的讯息 所做的一些处理方式跟做法 那个解放军的动态很多 我想了解一下 什么时候我们会公布什么时候不公布 我们公布的实际到底是什么 还是有人公布了日方公布了媒体公布我们才被动公布 还是什么 可不可以请执行官告诉我们 我请联合司长先就他的夜管部分给您报告 看那个市长 是 罗委员好 那有关于您刚所关切的这些什么时候 来公布解放军的动态 那就国防部角度来看 理论上第一点 即使当下的时间 我们想我们不适宜做 他后续动态的一个掌握 跟像 现在正在发生当中的这些情势 当然当然当下不会公布 是的 那通常来讲 如果说是属于常态性的 我们会等相关的这些基建脱离之后 我们才会做事实的公布 所以原则上是公布还不公布 事后 事后原则上我们会考量 如果没有危害到军机 我们会事实的公布 好 那我们看了一下国防部所有的资料 就是新闻稿 基本上好像也没有完全都公布吧 对不对 有很多考量的因素 哪些因素考量 我举个例子好了 海面上的动态公布公布 我看过你们所有海面上的资料 大概只有 对岸的航空部皆经过才会公布 平常都不公布的 是吗 是这样子吗 原则 如果是通常 正常这些 例行性的这些活动 我们都通常是不会做公布 可是例行性的活动本身 也有一些 比方说越界的 更接近的 或者说比较挑衅的一些朝演项目的 这会公布吧 还是跟委员报告 如果试射到 没有试射到军机的话 我们会事实的会公布 所以试射到军机才会公布 因为看到大部分就是 军机才会公布嘛 是 因为可能就逼近ADIZ啦 领空啦 有驱敌的动作 这时候才会公布 对 报告委员 军机是所谓的军事机密 不光含就是如果试射到军事机密的安全 我们会做考虑 是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吗 是 军委员知道 因为很多海军的弟兄跟我反应 他们超得比空军还凶 是 他们几乎每天都在海上 而且对岸的船舰的动作很多 然后只要空军有动作 然后广播就大啦啦就公布了 然后给他们奖励 然后媒体一片的掌声 可是海军很辛苦 是 警官你了解我意思吧 我了解 他们的初期的频率 压力 不比空军 甚至不比一些我们现在不讲的单位 可是我们只要空军 当然辛苦啦 压力也很大 可是海军 事实上几乎每天 对岸的骚扰动作不断 所以他们出去好几天 回来之后 媒体没有任何报道 广播也不会公开鼓励 就默默的 又回到军港去了 警官你觉得 我的关心 或是海军的反应 有没有道理 广播 您讲这一番话 我想现在所有海军外面都听到了 不是我听到 我现在讲的是说 当然我们公布的理由有很多啦 有时候是让人民安心 所以我们你看 我们海军每天 我们空军每天 在捍卫领空 让人民安心 可是我们又要避免让人民担心 好像情势很紧张 可是一方面 我们要让对方知道 让全台湾知道 我们掌握了敌情的动态 可是又能铺路 让对方知道 我们知道了什么 所以考量的因素很多 所以就变成一定永远是片面的公布 但是我觉得啦 有些东西还是要公布 因为要考量因素就涉及到 对我们军方 我们的干部 我们的同仁 所有的这种辛苦的肯定 可以让一方面也让这些人觉得说 他们在捍卫不止空域 海将也得到国防部的认同 这样理解吧 报告委员没问题 我说报委员 我们回去以后啊 针对委员所做的指导 后续 我们会是个案的一个状况 事实啊 针对我们海军的各项的应处作为啊 对海军官兵的付出啊 我们来做一个 偶尔公布一下 是的 没有问题 然后甚至有海军说 要请我们国防外交委会啊 到海上陪他们一下 让我们吐个两天 回来之后就会感受到海军很辛苦 是 不知道海军始终都很辛苦 当然我知道啊 但是我们委员会 委员从来没有感受过啊 是 只能到路上 岸上 看你们的操演 好 那个 呂委员可以吧 好 我们请参议邀我们上去 后来委员会如果有需要 有这个 这个安排 这个 这个海军一定全力配合 没有问题 我们让我们感受一下 是的 那个紧张的态势 然后让我们看一下海军是怎么 我们不可能坐飞机上去了 但海军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 是 如果例行性的超越 乃至于 有时候对岸这种挑衅的动作的时候 陪着他们出去感受一下他们那种压力 这对他们是一项肯定 是 这样可以吧 没问题 好 另外 我们掌握的对象是只有公布对岸的 还有 日军美军其他国家的情况会不会公布 这是不是一个考量的因素 这个报告委员有关 这个 空域的一个状况 那有的时候我想 包含日本跟美国他也都会 事实公布他的一个基建的一个动态 那这一部分我们也都做全部的一个掌握了 那事实上日本或者美国公布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会跟着公布还是也不一定 不过也不一定看状况 OK好 总而言之我今天谈的是一般性的 因为今天之所以这个题目 大概是因为媒体报了很多 是 那国防部的资讯相对是比较片面或不足的 所以该请起大家议测 甚至大家自己推论 那这个对我们整个民众的认知未必是好的 因为对外也在玩这种认知空间的作战 这也是一部分 所以简单讲一句话 对于对岸解放军动态的公布 本身应该也是我们作战的一环 是的 包括心理作战的一环 没错吧 没错 那这部分请国防部稍微再详细规划一下 是的 好 那接下来问一下 520救治前夕解放军的作为 我先问一下 最近有没有所谓战备升级的情况 有没有 公务员报告 目前 就我们的观察 整个情况还是常态运作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战备升级的动作 您讲的是解放军还是 我们 目前还是常态运作 常态运作 所以没有任何提高的情况 没有 跟委员报告目前没有 好 那对岸的动作基本上都是常态性 例行性的 是的 包括在南海的情势吗 现在在南海 目前也没有特别的这个真猴显示出来 好 那常态性的这些或例行性的超越里面 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科目 那我又是说中共还是我们 对岸有没有针对我们的一些针对性的科目 超越的科目 目前是常态 情报是正常的 包括最近在传这个所谓对东海啊 东沙啊等等 这个当然是有针对性嘛 有没有夺岛的相关的超越科目 目前掌握是没有相关的这些计划 OK 好 好 接下来 针对辅放的最近治安的一个情况 当然我不是要你们评论那一块 我先问一下那个 后制室吧 对 通知室 好 通知室 我问一下 这两天或这几天 有没有提高我们治安的等级 国防部 国防部 国防部在治安防护的作为上有加强 因为因应最近的比较密集的晚安事件 我们也加强我们的检测跟防护的作为 那在总统府发生这个所谓的骇客事件之后 这两天有没有重新再检讨检视 来自己做一些必要的 演练 有的 包吻有 我们在整个 在礼拜六下午呢 对国军所有的执管系统 所有的民网 所有的端点杂道 都全部做过见检 那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情况都正常 除了这之外 我们在机制上也加强这治安的管控 所以你说的 是 不要这两天出来又冒出什么嗨客 把你们东西丢出来 对 那我们会全力维护 对不对 是 因为未必发生在总统府 没有已经发生在广部 是 所以我们现在担心就是说 别的单位包括总统府发生的事情 这种作为借鉴 我们如何这几天 赶快再强化那个皇父的作为 好吧 是的 好 制度的检讨部分了 你们从总统府身上 到底有没有做一些可能的检讨 跟反省没有 包吻有的 虽然说我们没有参与实际的调查 但是我们有透过其他的方式 获得概略类似的情资 那我们都比照 我们有很借慎恐惧的心态 立即做了很多的模拟跟想象 把所有可能的危害 做了最佳的防范 有 所以这两天是有的 有的 所以这点有 本席可以肯定 是 但是还是要做 这个对外的攻击就是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对我们来讲 是 是 我们要滴水不漏 他们只要百密一输 就成功了 是的 所以这点还是警官 不要特别加强一下 虽然发生在总统府 但这样的事情 其实全民应该利用这机会 去反省跟检讨现有的作为 好吧 是的 谢谢 感谢委员 感谢委员 廖宛如 廖宛如 廖宛如委员不在 刚刚因为邱志伟委员已经唱过名 但是委员辛苦您过来了 我们还是会给你时间 所以请邱志伟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 有请 副总长执行官 请 那个会资料应该现场可以看吧 你说机密的吗 不是 现场今天是讨论南海议题 那议题相关的处置作为 国防部应该提供 赛场委员可以现场参阅 是 下次再请他们 抱怨我们 抱怨我们是不是事后 我送出来了 不是 我总要针对你们的处置作为 我先看完之后才能对你咨询 我没有看过你们处置作为 我怎么咨询 以后请提早送到委员办公室 不是不是 如果是机密会议 我给你调到现场 现场咨询之前我要看资料 因为我非北委委员会 所以你资料会先给我看 我才能咨询 你如果提早到会场 我们会请他们给你看一下机密资料 没有我刚刚没有啊 刚刚跟他们要不给我啊 那现在因为你是最后一位 我已经给你时间了 给我看了啦 谢谢 那我们开始咨询 好这个 那520快到了 520当然是一个敏感的时间 对于这个解放军的相关作为 我们非常重视 这个在南海 这个相关的这个深所国 不只是中国 还有这个越南 还有这个马来西亚 那还有这个台湾 所以对这个局势会相对比较复杂 还有这个战略资源 他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所以会不会在这个520前后 共军啊 解放军对 对我国进行某种程度 或者各种样态的骚扰 这个或者 造成这个低强度的这个冲突 国防部有没有相关的掌握 我们持续的掌握 但是目前没有掌握 你说 国防部有没有相关掌握 报告委员 我是情报次长 那有关于委员刚刚所讲 所提到这些可能发生的这些场景 那我们都有考虑到 媒体有很多的描述啊 有很多的讯息啊 当然包含日本公通社 相关这些的报道 那也很有针对性 那就国防部来说 我们都注意到了 而且也列入我们情报收集的一个要项 那有关于委员刚刚所提到的 未来在520前后 可不可能发生类似的这样的场景 那我想这些问题 目前所观察的情况是 都还在 都是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 你们有相关的因应的作为 针对所有的这个情境 所有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料理重关 一理重研 这是基本原则嘛 报告委员 有关这个整个我们可能预想的 第一 可能任何的行动 我们都有预理的一个作为 那刚才林二次啊 也刚刚跟您报告过了 那对于不管是台海周边 或南海周边的 这个所有的情势 我们都在密切的掌握当中 就目前来讲 是相对的稳定 但是刚才委员所说的各种的情况 我们都有预言的措施和计划作为 有点说法是相对稳定 相对是一个概念 那是比较什么时期 相对概念 让国人会比较觉得 没有问题 但是国际社会上 包括可能指管通勤 跟我们比较密切的 就是这个 日本跟美国 他们所释放的讯息 不管他们实际上的作为 或者这么媒体的报道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风云密布 所以要把实际的状况 也要适度让国人了解 当然侵犯很重要 所以指管通勤的部分 我们跟美国跟日本 这部分联系的怎么样 有关相关情资的掌握 这个部分不方便 在委员会里面跟委员做个报告 但是实际上我们都有在做 这个相关的一个掌握 跟您报告 那我们这个 你们针对可能阴影的情势 发生情势 有没有相关的战备提升 报告 我们这个 不管是太平岛跟东沙岛的 这个整个一个防卫 都在每天都是在持续在做 不屑的准备 那我们跟海巡署之间 也都是密切的联系 有关他所需的各项的这个资源 我们都从来没有中断过 好 那对于这个国防部的研判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除了在 媒体所说的东沙岛之外 太平岛有没有可能是一个 也是他们这个 会采取这个相关动作 相关作为的一个目标 各位报告 我们每一种状况 我们都必须要预想 每一个岛都是一样的 所以都预想过 都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 是的 所以今天针对这个部分 从国防部的相关的答复 可以让国人充分的安心 我想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项的努力 都要让国人感到安心 好 所以520之后 假设这个两岸关系 没有获得改善 对我国的这个国防部署 跟国防战略 对亚太局势 我们会不会有新的思维 如果假设 这是一个 520之后 两岸关系没有好转 反正变加恶化的话 对于 这个 国军的这个战备的 这个压力会比较增强 对于 这个我们战略的思维 会不会因此来做一些调整 二哥委员报告 就是说今天 这个中共对台湾的威胁 从来没有少过 所以有关我们对中共的可能 它强度有 对我们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 我们会 我们会来做一个阴影 和做一个这个 这个调整 但各种状况 我们都 都有做愈化 那你们认为 会不会在这个疫情的 这个严峻当中 它是自顾不暇 然后各国啊 也会有势力非常强 在国际社会上 不管是这个 我们的声量 我们能见度 这个有台力量的这个聚集 比过去任何一段时间更多了 所以这段时间 对我们在国际社会上 是有利的 那我有点担心了 这个中国会利用这个 这个理由跟借口 这个加强对国际社会上的打压 也包括在军事上的作为 国安部有没有做相关的预判 我跟委员报告 这个任何情势和情势的变化是滚动式的 所以我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所以国安部对这一方面 我们都会采取弹性的调整 而且务实的这个来做一个准备 好 国安部加油 好 是感谢委员 以登记执行的委员 除了不在场外 均已发言完毕 报告及寻答结束 本日会议有 鲁明哲委员 郑政前委员 提出书面咨询 请列入记录 并刊登公报 请相关机关 以书面于两周内答复 本日委员口的咨询 未及答复部分 或者有要求要补充资料者 请相关单位 书面于两周内提供 赞会